好的啊 那么百坑讲坛这个非常风骚的片头呢是看完了啊 那么咱们接下来呢就要开始 正式的直播了啊 首先啊先进入第一局 啊对了那个还有一张图没有上啊 还有一张图没有上 呃第一局首先是一个马速 啊对我就就这个选了个马速啊 呃这边这个要要拿个什么东西挡一下 我看一下那张图哪去了 在这啊对就用这张图挡吧 好吧这张图其实已经不用了是一张旧图啊但是没有关系啊 就拿这张图挡 嗯 好这边棋手是刷了一下手机卡 其实内间棋手有张南蛮是非常好的啊 这个姜维是不知死活直接打无限的啊 不过主攻好拿他没什么办法 啊 啊有一件事情非常奇怪就是这个姜维没有用挑衅啊 照理说如果他有九杀的话 那个是可以考虑挑衅一下的啊 不过可能是因为没有拆到杀他又看到草皮丢杀了 我这个神烟花放的也太早了吧 我的天哪 哎我这都没怎么播呢 这就上神烟花了 我这 这真的是三角九流阿猫阿狗全部都引过来了 这这弹幕都坏掉了啊 好吧那 那谢谢千豪在我这边放神烟花 我本来以为千豪会在更晚的时候放的啊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正题呢 好吧那大家要抢烟花就赶紧抢吧 我也得发个言才行好像 赶紧发言赶紧发言 我的天这弹幕卡的我都看都看不见了 赶紧屏蔽弹幕啊我的天哪 感觉不屏蔽弹幕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啊 好吧那个毕竟是神烟花 像我这么高冷的男人也必须要抢一抢才行啊 好那这个只要说句话就可以抢到弹幕了对吧 那我就说句话啊 好话已经说完了啊 那就让这个烟花慢慢的放着吧 我现在要继续做这个直播了啊 那感谢千豪啊 这边可以看得出来这货是个反贼 这货是个忠诚啊 那么我们主视角呢是比较给主攻面子的啊 七手 不过不过我不太理解他为什么七手把男蛮给丢掉了啊 这么宝贵的一张牌 这边 这边这边我要说一句啊就是 其实曹丕一血把曹人翻回来不赚 一点都不赚 就简直是浪费了曹丕这个触男血啊 要我说的话一血与其翻把曹人翻回来不如把降维翻掉 如果曹丕受二次伤害的话再把曹人翻回来这个会赚很多啊 就是问题就在于你现在把曹人翻回来你又掉了血了后面反贼三连动 你曹丕怎么办 你曹丕怎么办 对吧 你你就现在你把曹人翻回来了那 反贼三连动肯定把你曹丕照死里打 对吧 所以说他这一番翻的不好 好 关羽啊 这这时候打的漂亮 直接一刀九刹就上去了 可以看出来就是 寻遇这个 寻遇这个木马 寻遇这个木马 传逃其实传的不好 然后这边曹人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过拆桥这个木马他不保 这么重要的一张木马竟然不保啊 结果桃子也没了 木马也没了 完全不明白曹人这个青龙刀 留着有什么用啊 完全没有用的一张牌 现在现在曹丕惨了 你看 你看这边 反贼就丧心病狂了啊 就你你曹丕一血对吧 你翻人你翻好了 你要么三血三排翻姜维随便你翻对吧 你要么去翻你的忠臣对吧 随便你翻 反正打的就是你 然后曹人这个 曹人这个刀啊 前面不保木马 现在拿来 无限打曹皮 其实非常亏啊 还好有寻遇在啊 能稍微补点牌 然后诸葛亮这个 诸葛亮这个 开完万千之后开桃园 也是挺奇葩的啊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打个方天三杀 对吧 那么问题来了 有必要打方天三杀吗 有必要打方天三杀吗 需要需要打方天三杀这么华丽吗 就如果寻遇也 就我们假设一下就假设寻遇 假设 哇靠这直播间人太多了 我的网页崩溃了 我去 我重新开一下网页 就有必要打方天三杀吗 如果方天三杀 什么马素也冰死啊 寻遇也冰死啊 那也就算了 这方天三杀打的 马素最多也就掉成一血 寻遇掉成一血还能截命 对吧 你一个反贼 非要去打个方天三杀 是耍个帅 其实一点点耍帅的价值都没有啊 完全是坑爹的打法 好 草皮是中了一刀 但是 有逃的 翻了三张牌 然后寻遇 寻遇这两点 这寻遇这两点血掉的 不算太亏 因为两血坏了四张牌 不算太亏 而且草皮现在已经很危险了 这个时候 寻遇能够及时发动出技能来支援主攻 对于主宗来说不是坏事是好事 所以说诸葛亮这个方天九三杀打的非常没有质量 纯粹属于乱打 然后 反贼这一通乱奏之下呢 这个 并没有 并没有对主宫造成致命性的伤害 其实 也就马术出了两个桃而已 那 主宗身上有两个桃 正常吗 加上内奸有两桃 很正常啊 正常的不得了 对吧 所以说他们这一通 哇靠 我这边老是有电话接到 我看一下啊这个 神烟花炸了 神烟花炸了 我来我来看一下谁谁谁中奖了 这个肯定是要看一下的啊 我看一下谁中奖了 这神烟花 这神烟花 倒是画面倒是做的挺好看的 等一下 怎么我毛都没有啊 为什么 哎呦 什么都没有啊 毛都没有啊 气死我了 我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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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神烟花都炸掉了 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刷弹幕啊 哎 你们这个样子不好啊 这弹幕还是不要乱刷的好啊 好吧 果然是一个都不认识啊 果然是一个都不认识啊 这抢了烟花之后 你看连 连送礼的人都没有啊 真是太 真是 哎 看到孟孟了啊 孟孟 孟孟你今天也是特地来给我捧场的 对吧 我刚刚都跟粉丝们说了 今天直播结束的时候 我要 我要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说啊 让他们直播完别走啊 你如果今天来看我这百根讲坛的话呢 那么你就一定要看到最后啊 这送了半天 也就一两个人送我几个橙子啊 太伤心了 那没办法啊 没事啊 总而言之是非常感谢这个 千豪的神烟花啊 那么烟花的事情就这样了啊 我们继续吧继续吧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就是 反贼反贼诸葛亮那个桃园结役是开的莫名其妙 白送了曹丕一血 目的是为了打方天三杀 而他打方天三杀打出的效果就是 让寻遇的血量及时变成了手牌啊 支援支援那个曹丕 而那个马素也在曹丕的翻面之下 拿到了闪也没有中也没有中那道九杀 就诸葛亮那个为了为了方天九三杀开桃园 简直是一个傻的不能再傻的行为啊 结果这次翻面又翻出一个桃 我的感觉就是 其实主中的桃到了马素这个位置就没了 再多一点伤害 曹丕这个翻面翻不出来的啊 寻遇对吧 如果诸葛亮前面没有打方天九三杀他老老实实的 不开桃园开了万箭之后九杀曹丕 然后呢 对吧 寻遇这三张牌是没的 对吧 曹丕这张桃是曹丕最后一次翻面翻出来的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曹丕被九杀掉之后死了 已经死了 赢都已经赢了 对吧 是不是已经赢了 这个这个就是 所以说 所以说诸葛亮就为了打一个方天九三杀 把反贼已经赢了的牌 给打没了 打的什么都没了 真的是毛都没了啊 好 这个姜维死不死 哦 这左刺捞了一下啊 这刀杀人 好 俗话说啊 无心装逼最为致命啊 这个降为托管啊 这左刺拿套捞他啊 他这个默默的点了托管啊 然后那个等他托管回来的时候呢 这个已经是曹人的回合了 就是这么逗啊 好 可惜没有九杀 挺亏的啊 神南蛮啊 神南蛮啊 这个是裸摸的神南蛮啊 这这这手牌 有点厉害啊 这手牌有点厉害 啊 那个 这边 这边马速 这边马速去 这边马速去制蛮这个寻遇 我有点不太能理解啊 因为 因为这个牌其实很奇怪的 就是 南蛮入侵开出去之后 你 你 你这个 如果寻遇冰死的话 对吧 你是这寻遇是可以直接给这个曹匹解命的 对吧 如果如果 对吧 是可以给曹匹解命的 如果要是寻遇真的有九陶的话 他甚至有可能直接去死 然后让曹匹收牌什么的都有可能 对吧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去专门那个 专门去这个制蛮这个寻遇的 因为你有陶可以捞他 捞了之后寻遇解给曹匹 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啊 当然他他制蛮了就制蛮了 制蛮了也无可厚非啊 他就想把这个桃子留给 留给曹匹 结果他想多了啊 这曹匹就是一张杀 哦 这边 这个时候这边来了一手好牌啊 这个来连弩了啊 两张杀一张连弩一个决斗 一个铁索连环一个火攻啊 这 这五这六张牌 这六张牌致命了啊 致命致命的诱惑啊 我们主持人怎么选呢 铁索连环没问题啊 铁索连环 铁索连环是锁 锁诸葛亮对吧 这空城打不死的诸葛亮 然后锁寻遇也没问题啊 准备借着铁索连环打诸葛亮 然后 你火攻花色齐了没有啊 你火攻花色齐了没有 火攻花色没有齐 你为什么不先用决斗去收反贼 对吧 你这牌是打一波的牌 对吧 摆了名的是打一波的牌 你打一波的牌 你不先去收反贼 你先去收忠诚 是不是傻 对吧 收掉关羽之后 你收掉关羽或者收掉这个佐词 随便收一个 对吧 那关羽 关羽也好 左兹也好 对主攻威胁都很大 收哪个都无所谓 我跟你说 左兹有猎弓一刀中 那个关羽的话 一拼一杀也是也是中 对吧 只要他们摸到杀都是中 那其实收哪个差不多 左兹还有更多化身嘛 关羽是不断杀 对吧 左兹有更多化身 不知道他有什么好牌 但是你有逃能保住主攻的 反正收一个 一定是要收一个的 啊 收一个 然后 寻遇 对吧 寻遇是肯定要死的 曹仁的话 一时半会打不死 没关系啊 打不死 就收上来的牌打不死曹仁 留佐词 撑一会儿 对吧 就留佐词撑一会儿 要是收上来的牌 能够打残曹仁的 那佐词也不要了 直接收掉 对吧 那肯定是这么打的 结果他就先这样锁 少个花色啊 人家亮黑头 傻逼了吧 是不是傻逼 这个时候想起来 哦要去收反贼了 一招火弓 一招火弓 直接就这么浪费了 这个火弓有多关键啊 这火弓 收掉寻遇跟诸葛亮之后 收一波牌 这个剩下的连弩杀什么的 可以直接同死所辞的 对吧 如果要是 如果要是 这个 收不到拆顺的话 说实话 能够 狠一点可以收三个反 收三个反 能摸九张牌 摸九张牌的话 起个拆顺 去掉这个藤甲 其实很简单的 对吧 是不是很简单 就是如果是我的话 就打狠一点 先收掉 先收掉关羽 对吧 然后火弓 收掉寻遇诸葛亮 收完之后 连弩 连弩同死 佐斯九张牌 九张牌 还收不到过拆 这边还有一张五谷 这么大过牌量 肯定能收到拆的 这曹人必死无疑的 而且这曹人是翻面状态的 你一回合打不死还有一回合 这边还有一个 还有散摇呢 对吧 散摇可以打两发 如果怎么算都是赢的 你知道吧 就闭着眼睛赢的 这种情况下 他竟然不先打这个决斗 现在还说什么 那现在只能用杀去收寻遇 对吧 你杀收寻遇的话 肯定要消耗掉很多牌的 死是死了 诸葛亮只能强行开 只能强行开五谷 那诸葛亮也不傻 对吧 好了 一波的 一波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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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直接闭着眼睛 都赢了的牌 我刚才把那手牌盘一下 我刚才把散摇忘记了 其实 就是你收到拆顺的话 就散摇打血 没收到拆顺 散摇把腾甲一拿 是不是已经赢了的牌 这种情况下 他竟然 他竟然连先收反贼都不知道 我跟你说 现在的内奸 玩的都差到什么地步 你知道吧 就是 就是像被攻势一样 我一定要在反贼人头烈士的情况下 我要先干忠诚 我再干反贼 就反贼 就是内奸现在已经 已经傻 就是现在市道上的内奸都已经傻逼到什么地步了 就只要反贼人头有烈士 我就一定要先杀掉忠诚 我才能收反 就鼠人头内奸 十个里面有九个是这么打的 我真的是吃不消了 对吧 这还是一波的情况 就是你的手牌已经 闭着眼睛告诉你 你能打一波的 他还非要先收忠再收反 如果是空场 如果是空场呢 对吧 有些情况下 你两个忠加你那家主攻四个人 都打不过对面三个的 有些内奸 就就 美其名曰空场 啊 去去死命的打忠 最后被 最后被三个反贼 轻轻松松获胜的 这种就是已经屡间不显了 我都不想提了 你知道吧 啊 就因为这种人太多 啊 我才要在开局的时候 第一把就讲这种 就讲这个 你看 就 鼠人头内奸就是 送给你的胜利 你也赢不了的 就傻逼到这种地步 啊 又有烟花了 那我也 那我也再 再收一下 好吧 现在 现在你看啊 有很多 陶 有很多陶 反贼杀了主攻之后 主攻会干什么 把曹仁翻回来 把曹仁翻回来之后 你内奸怎么玩 对吧 那 现在 现在 马苏是没有办法的 他只能让主攻 收 收作词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把两个反贼放着 对吧 把两个反贼放着 反贼杀主攻 你的陶 到时候全部要留给主攻 到时候 曹仁的牌越来越多 没法玩的啊 只能让 只能眼睁睁看着主攻说反贼 现在的话呢 就是 诸葛亮相对来说 能力弱一点啊 打不动主攻 那么 你可以靠这个散摇 先把曹仁压到两血 之后用陶子 抢保诸葛亮 然后慢慢磨这个曹仁 现在只能这么打了 然后这祸那个 怂成这个样子啊 身上两张陶 还还留顺不留 还留闪不留顺啊 这边那个 诸葛亮肯定是 不会放弃这个 杀曹仁的希望的啊 好 这边的话呢 这手打的还可以 因为曹仁翻面了 曹仁翻面了 所以说有两次散摇的机会 先把他的装备卸了啊 然后再打血 这个思路非常正确啊 这里我要稍微夸一下这个主视角 啊 能够想到 能够想到这点 还是不错的啊 然后这边的话呢 这诸葛亮还在丧心帮变狂 变狂的打曹毕 曹毕是不知道曹仁有没有逃的 他也不知道马素有没有逃 是肯定不敢掉血的 这边曹毕是突然换白衣狮子了啊 因为在 因为 因为诸葛亮的杖八在嘛 那么 人王盾就跟假的一样 还不如白衣狮子实惠了啊 倒是想的挺通的 啊 把两个把两个装备全卸了啊 让你中乐 这时候打的可以 好 这边诸葛亮肯定是继续打曹毕的 啊 这次诸葛亮怕了 诸葛亮知道 马术的底线 马术底线就是 你怎么搞主攻都行 你给我搞死了 啊 我是肯定要救主攻的 那马术 马术亮底牌了 那诸葛亮乖乖的去杀曹人了啊 这个 这这这这倒是蛮搞笑的 但实际上呢 就打成这个样子了 诸葛亮 应该 一个真正的好反贼 这个时候哪怕内奸亮底牌了 哪怕内奸亮底牌了 你这刀该杀还是要杀的 为什么 因为马术又没有明桃 对吧 如果马术有一个 还有一个明桃 你这个时候再杀 那肯定是不应该的 就是宋祖中了 对吧 这个时候 诸葛亮这个时候 忽然在打曹人啊 这个也是 不知道在想什么 好 曹皮回到凉血了 那 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爆掉这个曹人了啊 诸葛亮可以让曹皮稳重乐 啊 很好 那现在曹皮回到凉血了 加上内奸前面表过泰了 那诸葛亮这个时候再打曹皮 就真的是不识相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 形成了一个反贼和内奸 暂时同心同力的一个局面 那内奸现在还还行啊 但是呢 曹人的回复能力还是相当强的啊 曹人回复能力有点好 好 这刀九杀啊 漂亮 打中啊 那九杀打中了 他是万万没想到九杀会打中的啊 万万没想到九杀会打中 那么 这边我跟你们说 九杀打中了的情况下 九杀打中了的情况下 那个马术有个散摇没有用啊 就他前面不吃桃的时候是可以散摇的 他散摇散摇散什么呢 就把曹皮的什么简易马拿过来 你要是打软一点 对吧 打软一点 想象主攻试个好什么的 你把把狮子拿过来 对吧 让曹皮回到三血 也断了诸葛亮打曹皮的念头也可以 你要是打狠一点 把简易拿过来 不让不让曹皮顺你 把这浪费一次散摇啊 丢 浪费一次散摇 这不应该啊 像这个像这个破破破破破 破方天完全没有用的 对吧 青钢在手吗 方天丢掉然后换青钢 挺好的 已经先用过散摇了对吧 我说错了啊 我前面光顾着看那个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桃子可以不吃的 因为散摇没了 你不觉得散摇没了很可惜吗 就青钢换成 青钢换一下 留闪留桃对吧 现在没散摇了 非常可惜啊 散摇是一个非常管用的技能 这个曹人没有闪 太惨了 然后 这边的话呢 但是曹人死了 还行啊 毕竟有一包牌 那看着什么牌吧 看着牌的质量如何 然后 这边的话就很奇怪 其实 其实曹皮的 曹皮的内心是比较矛盾的 就是他 他想 就是他想强控内奸 其实我跟你说 这个时候杀诸葛亮是不如杀内奸的 为什么 因为你杀了内奸 内奸 内奸照样是打 打诸葛亮的 为什么 因为曹皮状态也不好 内奸状态也不好 就诸葛亮状态最好了 诸葛亮只有一血的时候 你可以说诸葛亮状态不好 诸葛亮两血的时候 诸葛亮状态好的很 三人成虎 事多有 然后 这个时候马术去爆曹皮就是真的脑子坏掉了 这就不想赢了 我觉得你要有 对吧 这真的是不想赢了 这是要 这清辛苦苦打了半天 这是要 这是要送诸葛亮了吗 对吧 然后更奇怪的事情出现了 这诸葛亮有杀 竟然不杀曹皮了 我觉得全面拆掉之后杀一刀曹皮已经死掉了 我是不能理解他们在想什么 完全无法理解 我觉得曹皮就是一个断闪的 然后这个诸葛亮手里卡了张什么东西 没有人知道 这真的是脑子坏掉了 就诸葛亮也是个脑子坏的 曹皮也是个脑子坏的 主视角也是个脑子坏的 都是脑子坏的 前面如果诸葛亮出杀的话 曹皮已经死了 肯定死 这曹皮没有闪的 为什么知道曹皮没有闪 因为曹皮前面收了曹人的牌 曹人有没有闪 曹人有闪 曹人就不会躺在这里了 你知道吧 曹人有闪就不会躺在这里了 曹皮没闪的 前面诸葛亮一刀曹皮就死 所以说这个马术我真的是对他没话说了 真的是没话说了 前面竟然会去想起来会去报 竟然会想得出来去报曹皮 就打成这个样子我只能说这个 我把这把录像放出来的目的 不是请大家看后面那个 那个乌七八糟的东西 我就让大家知道啊 当你有能力打一波的时候 不去打一波 你到后面要遇到多大的阻力 后面又多难打 对吧 然后这里也不对 曹皮的手牌是暗的 怎么怎么会先去散摇的 肯定先开无中有拆 肯定先把最后一张手牌弄掉的啊 所以说主视角打的怎么样 我跟你们说 主视角打的奇烂无比 奇烂无比 能打一波的时候 不会打一波 然后那个 控场的时候打主内反 什么时候该打主 什么时候该打反都不知道 差点送反 不是已经送反了 是反贼自己有杀不出 已经送反了 反贼自己有杀不出 对吧 最后赢的怎么赢的 反贼送他赢的 然后反贼也不是托管送他赢的 反贼也没托管 反贼在努力打的 就不知道为什么有杀不出 我也是看不懂了 所以说主视角打的奇烂无比 要控场没控场 对吧 要细节没细节 前面就不懂控场 从他最后主内反的时候 还去打主攻 可以看得出来他不懂控场 没细节 就看没细节 就看就从他前面 有那波一波牌的时候 他非要先去打中 不先去打反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货细节跟大局观很差 那这把事情放出来的目的 就是教育大家 希望大家不要重蹈覆车 就是这样 好 我们看下一局 下一局 好 这局又是个那件事 曹匹主 还是曹匹主 听频道威妙者 乘以其 可以转威为安 救王 好 然后这边又来 又来个作死内 又来个作死内 这个主攻起手决斗 打你 你直接挨一刀不就行了 对吧 我就这个时候 你面对主攻曹匹 你出杀有什么好处呢 对吧 你如果出杀了 打输 对吧 你被啪一些 然后 我跟你说 打输被啪一些 算轻的 因为你到时候还有机会跳身份 你知道最惨的是什么吗 最惨的是你打赢了 你知道打赢了意味着什么吗 打赢了意味着你被反面 然后呢 你跳不出身份了 然后 主攻跟忠诚加起来还有六个回合 打的人不是别人 就是你 对吧 打的人绝对不会是绝对不会是其他人 就就你黄盖这个位置跳出个反贼来 主中打的人绝对百分之一千一万是你 绝对不可能有其他人 就就打的就是你 然后呢 你死了之后 你要被主中骂 然后你是送反 你说你这不逗我吗 对吧 主攻起手忙了内奸怎么办 对吧 挨呗 对吧 主攻起手忙居忙错人 又不是没碰到过 你忠诚也挨 内奸也挨 反贼也挨 都是挨 对吧 你掉了血之后 后面有忠诚也不会再打你了 不一定会打你了 对吧 这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真的是自作孽不可活 就 没有这个心态就不要打牌 你知道吧 没这个心态来打牌就不要来打牌 你这种就是强行坑自己 你坑的人不是别人坑的人就是你自己 你知道吧 就有些人面对盲居耍脾气 他的这个思维特别特别的奇怪 就是 就是什么 你主攻你凭什么忙我 你是不是傻逼之类的 对吧 说真的 就远卫黄盖身份不算太差 主攻去忙黄盖呢 是没什么太大的道理 我也觉得主攻忙的不是特别有道理 你知道吧 那没有道理 那就那就没道理呗 远卫黄盖 做反贼的很多呀 因为这个位置黄盖本来就是可以做反的 而且做反贼也很强 为什么 因为曹匹主攻 对吧 就是反贼更愿意打忠诚去 对吧很正常的 凭什么不能忙你 而且有些 我跟你说有些内奸就更逗了 选了个反贼的将 被忙了之后 被忙了之后还要跳反 我靠 那你其实 你选了个反贼的将 你忙了之后还要跳反 那你不就是个反贼吗 对吧 就当无反来打了 对吧 我反正是特别特别看不惯那种 被盲居之后 就就就就就 被盲居了之后就直接跳 就就就直接乱打的人 忠诚也好 内奸也好 被主攻忙了就是活该 你知道吧 这个乐静直接打曹丕的 而曹丕低血可以去翻一下的 其实不翻白不翻 我跟你说就是 曹丕这个算怂的 怂曹丕 如果曹丕刚的话 掉血直接翻黄盖了呀 对吧 你黄盖怎么办 这个话音刚落他就被翻了 活该真的是活该 这个拆拆元少的没得说啊 你看这忠诚肯定打你 不打你打谁 对吧 打的就是你 就就你被活活打死了就是活该 真的被活活打死就是活该 然后这个开南蛮的啊 开南蛮的 然后没有动 不知道 应该是忠诚啊 不是忠诚不会开的啊 顺乐乐境 哎那这边有意思的东西出现了就是 又跳个钟 又跳个钟 然后这元少特别奇怪 有南蛮不开非要乱击 就是元少跟曹丕之间的配合 是靠什么 是靠那个放逐加乱击 你有就有有司马医从中做梗的话呢 是和配合起来难度变高了 对吧 你现在有南蛮入侵 不开 去射掉他 是不是脑子坏了 现在本来是五张牌的 现在变四张牌了 啊 然后呢 射不出来了 啊 然后现在变三个钟了 莫名其妙三个钟 也不知道是什么鬼 啊 过河拆桥 雷莎 兵书俗毒 冬若孔鸣 运虚丽带石 不等手工 你看这 你看这 这你 这你 就这这这活该被打成这个样子 绝对是活该中的活该 知道吧 绝对是 绝对是活该中的活该 绝对是活该中的活该中的活该 就前面翻面翻出个闪算得运气好 啊 真的是运气好 啊 运气好有个桃源 那现在莫名其妙三种啊 也搞不清楚什么状况 啊 这个炸强出了三桃啊 炸强出了三个桃啊 那炸强完之后也不想动了啊 这 狗运倒是可以啊 狗运倒是可以啊 狗运倒是可以 但是 但是他没机会跳身份的 就是 他不想动 对吧 他不想动 不想动 那不想动 你还是反贼啊 你洗不清自己身份呢 啊 是吧 然后又被九杀了 这是活该啊 那么 那么问题来了 这时候黄该该怎么办呢 不想我跟你说 没 没有闪 对吧 你没有闪 你不想被许楚跟左思打 你就老老实实杀一刀反 啊 不想被许楚或者左思打 就老老实实杀一刀反 你又不肯杀反 觉得总莫名其妙有三种 看不清楚情况 不知道谁在装 不敢出杀 那你活该被打呀 你自己不跳身份 对吧 所有人的眼里 中内齐全 你是反贼 你不动 人家就把你当内了 你傻逼吧 大概 啊 你只有跳了中 或者跳了内 才能 就许楚跟左思打有可能不打你 你没跳 他们肯定打你 打的人就是你 刚吃完桃又被打成凉血了 等一下许楚裸一发又要死了 这就是活该你知道吧 对吧 这就是活该你知道吧 所以说 所以说 所以说现在特别奇怪 内奸 不知道为什么对反贼要这么仁慈 杀一刀乐金又怎么样 杀一刀司马又怎么样 他们死总好比你死吧 对吧 是不是 是不是反贼死总好过我死吧 那死的人还是你啊 而且主攻状态也不好 许楚状态也不好 对吧 这个局基本上我可以肯定 就是袁绍是那个反贼 就几乎可以肯定 袁绍是那个反贼 为什么 因为袁绍前面射了一发之后不射了 啊 就很像很像装反的 就装中的反贼你知道吧 因为左思跟许楚都太中太中了 这个袁绍 九雷杀啊 我跟你说 这时候要多亏了这个吕蒙有九雷杀 如果吕蒙 没有九只有一张杀的话 我跟你说 下一个死的就是你黄盖 而且反贼绝对没有多余的桃救你 袁绍自己有一个桃啊 好 然后这货狗运还可以啊 那现在这个样子四反皆在啊 肯定得 那没办法 只能开始杀反了 然后一刀一刀捅了袁绍 我们主视角看得很清楚的 袁绍肯定是那个反 好那现在又又又又回又回满了啊 狗运真是可以啊 打的打的一塌糊涂 运气是好的一塌 运气是不错啊 那接下来是 这佐茨 但是佐茨吸到了足够的嘲讽啊 佐茨吸到那么多嘲讽的话 是很好打的 佐茨吸到了太多嘲讽了 然后主攻也发现黄盖是内奸了 不想打黄盖 然后他这刀打了九红沙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 佐茨的手牌是火攻吧 对吧 就前面那个样子啊 你们都可以理解为打感情牌啊 就除了他的排品之外 我对他的排技如何 暂时没有下过什么定论 然后呢 这货对着一个手牌是 这货对着一个手牌是 火攻的人用了一张红沙 然后他剩下的沙都是黑沙 就就我跟你说啊 前面的一切 耍大牌对吧 脾气牌啊 大爷牌啊 那只是暴露你的排品 有些人排品很烂 然后打得很好 这种人也是有的啊 就打得好了之后脾气大了啊 这种人也是有的 我不否认有这种人啊 这种人也也也不算少数啊 就是排品好 排品好但打的差的人一大堆 排品差但打的好的人也有 你要找个排品又好打的又好的人 那你只能没事来看我直播了 我估计你不一定找得到第二个了啊 当然了 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是打的又差 排品又差的啊 这是大部分啊 然后 宝贵的黑 宝贵的红沙没了 宝贵的红沙没了 收不到乐镜了 本来乐镜能收到的 本来可以收他乐镜的 现在收不到了 关键是 红沙很宝贵你知道吧 红沙很宝贵 你下回合就不一定摸得到红沙了 不过主攻运气不错 帮他把乐镜收掉了 然后其实乐镜的存在对主攻的威胁非常的大 对吧 这回合收不掉他 他下回合又消主攻 主攻就死了 辛辛苦苦打了那么久 如果这局还输 你说我能说什么呢 对吧 这黄埃摸了六个桃 他一共就动了两个回合 摸了六个桃 然后还能输 这一局再输真的是 我觉得可以退杀了 不用打了 然后 这手直接把这货给砍死了 其实讲道理 最好最好是打这个司马仪 因为司马仪难对付 因为司马仪难对付 你知道吧 司马仪非常难对付 但是呢 这个司马仪前面被主攻翻了个面 有可能 有微弱的可能性摸到桃 所以说打的 稍微的这个 呃稳一点也是可以的啊 然后这一手的话呢 就是 出杀之后木马是肯定被拿走的啊 但是呢也 现在也不是考虑这东西的时候了 曹丕的话呢 其实 我跟你说这回合 曹丕要怎么动 这回合曹丕最好别动 为什么这回合曹丕最好别动呢 因为如果 因为这司马仪手上要是没有闪 那就奇怪了啊 对吧 司马仪手上肯定有闪 你想靠张杀收掉司马仪是不可能的 黄盖能出两张闪 他要是第一杀杀掉司马仪 那下一个杀捅的人就是你 知道吧 所以说曹丕这回合要怎么打 曹丕这回合 应该是 不动 弃杀 黄盖炸响两杀杀掉司马仪之后 他第二 他没有第三张杀能出的 然后他如果收不到桃 是不是炸成一血 然后 你曹丕靠这手 这个 装备优势包括收司马的那些收拾牌 看司马仪收拾牌里有没有一两张警囊 那就可以赢 你现在帮黄盖出了张杀 他第一杀杀掉司马仪 下一个死的人就是你 你知道吧 五中生有 五中生有 那么 最好是先 最好是先开五中 因为前面 梅无蟹是 这个独条探得出来的 你知道吧 为什么要先开五中好呢 因为 如果你开了五中之后 发现没方片了 如果你开了五中之后 发现没方片了 方片只剩这张红杀了 怎么办 那你只能把红杀拍掉 然后司马仪正好有张9 司马仪正好有张9 把你另外一张进攻牌也拿掉了 你怎么打 对吧 无中生有 结果是有方 结果是有了张放片 而且他选择先打这个红杀 也行 也可以 用火攻去拍主攻也可以 还真有套 正中下怀 结果 结果这个 结果呢这个红桃被抽掉了 结果红桃被抽掉了 这下有点坑爹了 那第二杀是肯定打不中的 所以说出这第二杀还不如不出 这手就打得特别的臭 这种牌就只能开南蛮的 因为这手杀是一定打不中的 如果南蛮如军先收了司马仪 你是不是还有一张杀可以出 如果出了青钢剑 如果出了拆 或者再收个红杀 你还能打曹批的 然后这个曹批简直是在逗我 这曹批简直是在逗我 白瞎了有杖八的 有杖八的竟然不拍 有杖八的竟然不拍 然后我们看黄盖手牌 还剩下一个无中一个决斗 曹批手上有多少张牌呢 曹批手上如果杖八出杀之后 还剩下五张牌 一二三四五 黄盖无中生有如果开不出两张杀 这个决斗是拍不出去的 决斗拍不出去意味着什么 决斗拍不出去意味着黄盖要输 黄盖为什么会输 因为他前面出了张杀 如果他前面那张杀没出 他这边是不是有一张杀 那么他有一个决斗一个杀 开无中再开出一个杀 决斗主公就死了 所以说最后 又是莫名其妙的主公送了黄盖 就跟刚才那局的内奸一模一样的 那个内奸打的 就上一局内奸打的特别的臭 然后被送赢了 这局的黄盖打的特别的臭 然后被主公送赢了 是不是很搞笑 是不是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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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搞笑 这个故事就是我拿这种视频 在普通的人眼里这种视频哪里有资格上我的百坑讲坛 我跟你们说 这种视频就是有资格上我的百坑讲坛 我这边跟所有观众说一下 要投稿 随便投 我这边有出审员的那种特别烂的 没有任何讲点 没有任何看点的视频 我会全部过滤掉的 如果你们以为上我百坑讲坛是可以来逞威风的 你们就错了 我跟某些人做视频的目的不一样 有些人做视频的目的 是为了让视频里的人出来耍威风的 那我跟你们说 我也很想办一个让视频里的人耍威风的一个栏目 但是没有用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打就是真真正正让我挑不出什么毛病 打得非常好 漂漂亮亮的局 太少太少了 我出道两年了 我优酷空间里的视频只有一百来部 那一百来部是什么 是我半个陈子自己亲手打的 我觉得可以拿出来见人的局 我把它放到优酷空间里去的 两年时间 才那么一百来部 我这个百坑讲坛 每期上来播十部视频 你叫我上哪去 找这种视频去 就是如果是让大家来耍威风的 几乎没有 所以说我这个百坑讲坛 是柔和了很多种类型的 有些是真的打得好 我出来给大家分享 并且跟大家讲解哪里打得好 有些是真的打得烂 但是有看点 我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告诉大家哪里打得烂 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我的言辞会激烈一点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 把视频给我的人 自以为自己很威风 黄盖就是 上一把的马术也是 他们觉得自己很威风 我多屌啊 我起手被打成狗 后面我赢了 屌不屌 那么 我这边言辞尖锐的说一句 屌毛啊 有这种就是换我来玩 我早赢两个回合 换我来玩的话 我飘飘亮亮的早赢两个回合 就这种狗运 你换我来玩我早赢两个回合 好吧 那当然了 我希望大家不要被我吓到啊 呃 因为我的目的呢 也不是为了耍自己的威风 也不是为了来装逼啊 我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意识到 怎么样 到底应该怎么样打牌 就我就打牌吧 光提升排技是不够的 排品也要提升 因为排品跟排技是 相辅相成的 我跟你说一个排品烂的人 他的排技再高 也绝对高不到顶尖水平 最多是一个二流水平 最多是一个二流高手 绝对达不成一流高手 为什么啊 因为排品差的人 他不懂反省自己 就这种局他赢了之后 他觉得很骄傲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错 他觉得自己是对的 完全是对的 我根本就意识不到自己的错 为什么 排品差的人会自省吗 他不会自省啊 对吧 你们别看我现在这么嚣张 我自己打错的地方 我跟你说 我每天 直播完之后 我自己打的局 我都自己看一遍复盘的 只不过呢 那有些是有些局呢 我是不拿出来给大家分享的 我自己默默的复盘的 因为有些局 就是我自己看看就行了 拿出来给大家看很冗长 没有意思啊 这种局我就要拿出来给大家看 警醒一下各位啊 要告诉大家怎么样打牌才是对的 好了啊 就这样啊 就我自认自己是一流高手的 你知道吧 不是我这个人吹牛皮 我就是个一流高手啊 为什么 因为我排品排击都好 对吧 三国沙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提高的 否则的话永远就是这种水平 就是运气好赢啊 优势浪逆风头 对吧 就就就就就就这么样子 那那其实打牌也没什么乐趣可言了 纯粹就是个运气游戏 好了我们继续啊 好 那么我这边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啊 虽然说言辞稍微尖锐了一点 但是呢 我对于所有向我投稿的观众 粉丝都是非常非常感激的 虽然刚才我批评了那两位内奸同志 但是呢 我内心深处是很感谢他们的 我希望可以通过我言激烈的言辞 来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啊 那么以后如果他们能够投出 比较好的比较好看的视频 我是非常非常乐意去表扬他们的啊 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好我们继续啊 好这局又是个内奸视角又是个草皮主 那么这局的内奸视角又是个什么情况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这个草皮也是狠 这个内奸看着挺像内奸 这个这个这个邓爱挺像内奸 他就直接被一刀芒了啊 这边的话呢 这个邓爱是仗着自己不怕被翻 就去强杀曹丕 结果二张被被翻了啊 这邓爱没有闪的邓爱啊 无用之邓爱 蛮虫肯定不是好人 这个主攻还是有有翻蛮虫的意识 还还算有啊还不错 顺手前阳 顺手前阳雷杀 这边这个诸葛克是 没有打 没有打二张 没有打二张 而且打了这个貂蝉啊 然后跳了个不明身份啊 然后曹洪是杀貂蝉 这个位置的貂蝉 一般来说应该是 一般来说啊 应该是一个忠诚身份 诸葛克去盲貂蝉 不是很懂 主攻已经很 已经比较惨啊 主攻三排翻面翻貂蝉 我觉得挺亏的 主攻 主攻 要么就是把曹洪当 要么就是把曹洪当成 这个忠诚了 也有可能啊 然后第二番他又翻了曹洪 就是他这个翻面 我真的不是很懂 不太理解啊 真的不太理解 无懈可击 这边的身份都是比较明显的啊 这个时候 这个诸葛克可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他可能发觉 盘一盘身份的话 好像貂蝉真的是忠诚 他不敢去杀貂蝉了 所以说选择强打这个二张 但是他也太猛了 就把二张杀到一些什么的都好说 这把自己砸成这个样子 又是个什么鬼啊 这就又又又矫枉过阵了啊 我跟你说打牌是要通过战局不断的调整自己打法 反省自己打法的 但是矫枉过阵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 你再怎么样内奸自己的生存也是很 也是很重要的 又不是砸死二张就赢了 砸死二张 就像砸死了二张 你三张牌起不到逃 不是也是死路一条 也是死路一条嘛 所以说打成一血就可以了 啊 现在惹祸上身了 反贼也找不到 也不知道到底谁是忠 那你既然跳忠跳成这个样子 那得打你呗 对吧 现在先看能不能收灯爱了 还好反贼也没逃了 收掉灯爱 那么死一个反的话呢 稍微好一点 内阶压力小一点 但是二张还是很有可能来打 来打诸葛克 这回合主中 主中有点狠啊 有点牛 把两个队 把两个队诸葛克威胁很大的人杀掉了 那诸葛克暂时安全了啊 破曹大功 诸葛克这回合装装样子啊 就是他他其实应该是感觉到这个貂蝉是忠诚 曹红是内奸 曹红是反贼了 那貂蝉肯定是撸曹红的 对吧 而貂蝉这个位置呢 肯定也是意识到 可是肯定也是意识到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诸葛克肯定是内奸 所以说他也懒得管这个内奸 反正就 强打这个曹红了 但是呢这个 这个貂蝉这个过游拆条 其实还是拆曹 拆曼宠的手牌比较好 我觉得啊 就貂蝉这个位置去 有过游拆桥 他有九杀 他去 撸曹红不撸曹皮 其实已经很明显是忠诚了 那么这个时候他与其去拆什么简易 不如去拆满宠的一张手牌啊 对吧 因为这手牌其实挺好盘的 这逻辑其实很好盘的 因为如果貂蝉是一张反贼牌的话 他前面先撸曹皮三张牌 然后把用过游拆桥把那个八卦阵拆掉 是吧 就可以九杀就可以打死草皮了 也有可能是撸曹红撸上来的牌 也不好说 也有可能是撸曹红撸上来的牌 一缓至极不断驱兵 无中生有 杀 那诸葛克现在舒服啊 这无中生有出了个讨 这这这又这又是在逗我了 这貂蝉一个背面朝上的一个钟 如果是正面朝上 让他动一下有可能威胁到两个反贼 包括自己的这个安全 你打成这样就算了 一个背面朝上的貂蝉 他竟然这样子打 哎呀我真是服了 对吧一个背面朝上的貂蝉 也值得他用生命去趴我靠 就说实话这个时候祖宗 这个时候祖宗收拾掉内奸都可以 因为两个反贼太弱了 收拾掉内奸是赢的局 你知道吧 然后这个国泰心太软了 真的太软了 这个时候 啊不过从傲财的情况来看呢 这个祖国克有 从傲财的情况来看 祖国克有闪啊也可以 不过国泰有借刀的话 那铃铛别论啊 国泰有借刀是铃铛别论的 那么国泰有借刀的话 我就要提一句了 你有借刀杀人 应该先借蛮宠的刀 杀曹红 把连弩拿过来 而不是什么把连弩什么 还还玩杂技 对吧 还玩杂技 这杂技玩的什么呀 我跟你说这局 这局应该怎么打呢 换国泰跟曹批的装备 用灌石斧砸第一下 就是用灌石斧砸第一下 借刀杀人 借刀杀人把刀借过来 杀第二下 这样打的 如果要是祖国克奥财奥财到杀 曹红就被祖国克收掉了 是不是傻 对吧 然后这个放着空城的祖国克不杀 去杀蛮虫也是看不懂 蛮虫又没被人杀过 然后这个曹批也是的 就是 我觉得是 我觉得这无懈可击打祖国克好 这无懈可击打祖国克好 不让祖国克留牌 这蛮虫应该是可能要死了 这奥财运气还可以啊 这边是强行给蛮虫留桃啊 他怕蛮虫死 那现在劣势大到不能再大了 奥财有桃啊 运气可以 塔射草皮被翻面了 那从这些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件事就是 他们的这个思路太奇怪 就是 把祖国克的盾撸走 那打的目的应该是祖国克 他要去顺蛮虫 对吧 于是乎 打了半天 两个人在分担伤害 蛮虫跟祖国克两个人在分担伤害 那蛮虫跟祖国克本身都是防御力偏高的武将 你让这两货分担伤害 那不是半天打不死吗 对吧 那这里面有一定的神奥财的因素 但是如果不是两个人 互相送对方 互来分担伤害的话 也没那么多事啊 然后 这边的话呢 其实蛮虫的藤甲 祖国克是应该顺的 这不是什么卖队友不卖队友的事情 他本来就不是你队友 他本来就不是你队友 这奥财有点神啊 这奥财有点神 这奥财好像神的有点过头了 前面都好说 这突然之间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已经快疯掉了 然后这还不顺藤甲 这再不顺藤甲 还是要被打 一直要被打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蛮虫 杀这刀草坯 这草坯 这草坯 竟然叛八卦了 这也不知道支援一下的 这掉一血免费掉的 滴滴血掉了 无所谓的 对吧 好这次被顺 要顺九杀了 这次是没了 死了 然而这个好心的蛮虫 竟然是强行给他流淌 这牌翻面其实 可以考虑犯诸葛克的 不要让诸葛克动比较好 这翻面翻蛮虫 其实很蠢的 又不打蛮虫 打的还是诸葛克 对吧 这个桃不给他们的 先把桃用了 又要猜一张神 这运气已经好的 不能再好了 这张杀其实可以留一下的 为什么这张杀可以留一下呢 因为傲才看到国泰是张闪 当然国泰摸到陶了 那前面那张杀算没白杀 正在今朝 借刀杀人 无懈可击 你招还是不招 这边 满宠前面不肯翻国泰 满宠前面如果翻到国泰的话 把国泰翻掉 国泰就摸不到这个桃了 现在学乖了 知道就每次砸一下 每次砸 每次砸一下的话呢 这个国泰是吃不消的 但是呢这个傲才 这个防御全靠傲才 这一决斗一杀应该是死了 有好的打法 他不是有一张顺手吗 他顺手顺满宠的手牌 之后 杀一刀满宠 满宠如果是闪他会闪掉 对吧 不是闪的话 他会 他会那个给你看一下 对吧 你要是有预测牌就丢 没预测牌就不丢 冰凉寸斗往满宠身上一贴 满宠满宠没手牌摸 下回合你九杀是不是就能拍上去了 不管怎么样 满宠吃得到九杀都必死了吧 所以说这样打比较好 像曹丕刚才那种打法就不好 就被诸葛克傲财 被傲财 神傲财傲掉了 这就白打了 你看 这要么就前面憋一下 把拆顺都憋着 对吧 冰了满宠之后 拆顺一刀九杀打满宠 都是可以的 现在你看没杀了 可不可惜啊 非常可惜啊 现在的话 诸葛克也没什么把握打 打过这个曹丕 所以说想耗一耗 想依托这个满宠耗一下这个曹丕 因为纯单挑的话 就砸不动这个曹丕的话呢 光靠运气还是没那么好打 就不一定每次都是奥彩的 当然了这次奥彩奥的有点过了 已经成功了十 已经 已经 已经奥彩了十几次了啊 这个 这刀如果能杀中曹丕的话呢 就差不多可以收拾满宠了 因为已经三血了 三血之后可跟曹丕单挑 已经不虚了 这个就是为了要消耗曹丕 只要把曹丕的血磨到三点 跟这个曹丕单挑就是闭着眼睛的事情了 现在满宠只有打工的命 知道吧 满宠真的只有打工的命 他 他没有办法 知道吧 他还什么办法都没有 真把主攻打残了 诸葛科第一个收拾掉他 火杀 这草皮只能临死收拨牌啊 然后 这次砸其实砸的有点 砸还是砸的冲动了一点啊 没必要砸的 你知道吧 就是有无懈可击 有盾 把盾装起来 用无懈可击 自己挡 挡那个拆顺什么的 八卦 八卦针加傲财 连弩根本捅不进呢 南蛮不开白不开对吧 南蛮不开白 就南蛮入侵开掉 清草皮一张杀就足够了 这草皮肯定没别的东西可以打 这次傲财又失败了 所以说前面那下砸的不好 不应该砸的 火攻 火攻看到一张闪 火攻看到一张闪 就觉得 就觉得不想杀了 对吧 然后最后一下砸上去 这草皮再有酒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 但但最后那下砸的也没什么大问题 火攻也就只看到一张闪 问题问题还是在他最后那下就是砸 这朱尔克的问题是多的不得了了啊 我就不谈了 我在前面都已经跟大家说了啊 就多多说不说了啊 就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就是五十六五十就五十块钱买的朱尔克 跟六百块钱买的朱尔克的区别啊 好那么看完这个神奥才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别的啊 六百块钱的朱尔克啊 这朱尔克给多少钱我都买啊 好这边又一个草皮主啊 今天草皮主特别多啊 毕竟第一神主草皮嘛 没办法 决斗啊 这个那这个 那这个又是一个棋手被主公盲惨了的 借徐树对吧 一个内奸 说真的主公去盲徐树 我是真的看不懂 就这就就就就就这 这也能盲到徐树头上 这赵云不比徐树相反 对吧 这种贴主位的贴主位的这个徐树 我是一点都不觉得相反 啊 顺一下 雷杀 然后 然后 顺了主公之后 有寒冰不杀主公去杀赵云啊 这是唇跳内的行为 对吧 是唇跳内的行为 然后蔡文鸡没动 然后这边邓爱是给这个 徐树回了点血 就是邓爱的心态不好说 就是有寒冰没杀主公这件事情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 从这件事情判断的出这个徐树是内 但徐树自己是挑内的啊 没得说 啊这边 徐树是对着 对着这个 曹仁就去了 而曹仁应该是个片中的角色 在这个在这个板子里对吧 好这边 曹仁也没有什么大的动作 嗯 然后这边 蔡文鸡好像是跳中了 这 赵云这刀肯定是反贼的打法啊 肯定是反贼这刀才会去杀曹匹的 好然后这个主公继续丧心病狂啊 非要盯着这个徐树打 然后 然后蔡文鸡算是跳 算是跳中了啊 这 这曹匹已经 感觉这曹匹已经没药可救了啊 过河拆桥 这曹仁还真是中 应该是这两中 无蟹连无蟹就问你怕不怕啊 人家淘连淘 杀连杀 闪连闪 九连九都算什么啊 人家 我就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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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问你怕不怕啊 然后这个曹仁看到貂蝉真的是 好嘞 好嘞 这曹仁看到貂蝉还用火吗 不用火了吧 然后这个貂蝉这个火弓也是溜的不得了啊 乐一拆 还能出张杀 生无可恋了 真的是生无可恋了 真的是生无可恋了啊 生无可恋了 你别说这个曹仁 曹仁这个宋威加上蔡文鸡的这个贝哥 还可以啊 这个收益有点高 这曹比吃了两张宋威牌 这个收益有点高 难得蔡文鸡还有点狗用啊 难得蔡文鸡还有点狗用 这当然曹仁还是死了 不过呢曹比现在有一把爆发牌 看看能不能打出点什么效果啊 现在主攻应该觉悟了 四反啊 主攻现在应该是知道了 那么这个被主攻打成了狗 而且跳的那还被主攻打的这个内奸 他会怎么样呢 是不是像别人一样你看 而且反得那么强 要不九杀主攻算了啊 是不是啊 挂闪电 刷闪电 杀赵云啊 人家并没有啊 就这个 这局那么差啊 这局面那么差 一个蔡文鸡中 而且马上就没血了 万箭都开不出去 对吧 草皮没什么能力 四个反对全在 这个这个举手又难打 赵云又难打 这么难打的局 换了排品差一点的 是不是九杀主攻了 就托管了 而且一边托管 一边这边还能打字呢 卧槽 什么锅都是主攻的啊 甩甩的一干二净啊 什么什么蔡文鸡中啊 就反正喷完主攻喷蔡文鸡中啊 一通一通乱喷 想怎么喷就怎么喷是吧 多痛快啊是吧 这个反正这种人满大街都是啊 他真这么做了 估计还有人为他叫好呢 不管有多少人为这种人叫好啊 到我这来就会被贬得一乌是处啊 然后这个叙述 这种情况下不放弃 还能努力打啊 我就是要为他深深的点赞啊 这边那个什么 有人在我的直播间剧透是吧 剧透的话是要被禁言的 那个先禁个言啊 非常可怜啊 这个被禁言了啊 没办法啊 这这我百坑讲坛以前立过 立过规矩立了好多次了啊 只要敢在我的直播间 在我放百坑讲坛的时候禁言 不管你是投稿者 还是局中的参与者 还是以前围观过这一局啊 就是要被禁言的啊 不好意思啊 这个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这个人就是这么铁面无私 你咬我呀 好 啪 一刀砍过去啊 那好像好像看不出有什么希望啊 最多让他们打死个貂蝉 打死貂蝉又怎么样 我这这局就算让他们打死貂蝉 也是也是铁书的一个局啊 是不是这个道理 更不要说貂蝉还不一定死啊 赵云吃菜了 那赵云 赵云这个位置 其实吃掉菜挺好的啊 那 主中最后的支援也没了 好了 跟大家开个玩笑啊 这个 禁言 禁言只是一个小小陈大戒啊 那个管理员帮我解了他吧 好吧 刚才那位 解掉吧 解掉吧 好吧 还是把他解了吧 好 这边来一刀啊 火攻 千豪剧透啊 你们不要挑拨我跟千豪的关系 好吧 我跟千豪关系这么好 对吧 他要是我跟你说 我这个人向来是认钱不认人的 对吧 千豪千豪别说剧透了 对吧 他就算在我的直播间骂娘啊 我也一定是永久经验的啊 这个不用想的啊 如此如此 啊 这边那个我们主视角这边 存的这张万剑不错啊 存的这张万剑不错啊 借刀杀人 那 为了防止再被捞起来啊 这九杀就上了啊 总算死一个 但是我刚刚也说了 就死个貂蝉不解决问题 啊 然后这边这手打的非常的臭 你要你要 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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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张九干什么 对吧 邓爱 举兽赵云三个人 如果有 如果三个人都不断杀 那么你留闪留九差不多 对吧 如果有两个人断杀 你留 如果 如果 如果三个人都断杀 对吧 留闪留九差不多 如果有三个人都没断杀 留闪留九也差不多 如果有一个人断杀 或者有两个人断杀 你留闪可以保血线 你不留闪血线就没了 对吧 事实就是 都断杀或者都不断杀 你留闪留九差不多 部分断杀 你留闪能保血线 不留闪保不住血线 那是不是留闪要比留九好 你起码留一张伞吧 两张伞都不留 一个人不断杀 你就一定被压血线 你是不是在逗我啊 这种时候竟然会做出丢两张伞 这么奇怪的答法啊 严肃批评啊 虽然我要夸这货 那个排评好 有志气啊 我这个人没别的 我就特别喜欢有志气的人 你别跟我扯什么骂不骂街的啊 打得差还 打得差还不让人说之类的 你要你就是 就是有的时候你气不过去说别人什么的 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讨厌那种没志气的人啊 什么样的人有志气 对吧 我们主视角算是有志气的人啊 我算是个有志气的人 对吧 没志气的人说到底不就是没出息吗 没出息的人跟他们有什么好扯的 对吧 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有出息有志气的人 因为我自己是这种人啊 没出息没志气 你在社会上怎么混 对吧 好 那到目前为止 天空一声巨响啊 这个赵云被批死了 不过呢 这个闪电批赵云其实不好 因为我们主视角还等着收人头呢啊 这个赵云被批死人头都收不到了 要是能批死举手或者灯爱差不多啊 最终三个人都断杀 三个人都断杀 那还行啊 那那留了两张酒 但问题是两张酒真的没有用啊 两张酒有什么用的 一张酒可以了啊 要两张酒干嘛 对吧 下回合下回合摸不到闪还是麻烦 他这回合应该找紧囊去的啊 酒杀打中了 但是断杀 但是断杀啊 但是断杀啊 然后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南蛮该不该开 前面邓爱举兽 就是前面邓爱是断杀的 我应该算是断杀的 不然他这个位置没有理由杀 没有理由不杀你到 啊 感觉邓爱手里就是一把废牌 好吧 邓爱这边丢又丢了张杀出来啊 看来是又断杀了 你看没杀 你看没杀 没杀就是这么悲哀啊 好不容易看到点希望吧 这个没杀怎么办 对吧 然后没人能看懂这个邓爱手牌是什么 他丢了个杀 然后手上不是杀 也不是酒 还好 总算摸了个桃啊 总算摸到一个桃 那南蛮不打算开了啊 然后这个南蛮 南蛮 南蛮其实是可以开的啊 为什么我说南蛮其实是可以开的呢 因为万一邓爱被 对吧 万一邓爱手牌是张杀 我真的不觉得邓爱手牌是张杀 邓爱手牌是张杀 前面不杀你 然后丢伞 奇怪吧 对吧 肯定是肯定是张废牌 他可能丢牌的时候不小心点错了 把伞丢掉了 这开南蛮 如果举兽挨了这一下 你等一下收牌 是不是可以打举兽两双 对吧 就是这张南蛮是很浪费的啊 结果不知道邓爱那张是什么啊 有个桃还行啊 那流无蟹了 接下来慢慢磨吧 由缓至极 寻寻而尽 无懈可击 好那 向主攻示好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就是 玩内奸 就是我跟你说 这个时候 很多时候 空心也是很重要的 打牌要十项 你知道吧 主攻七手 一通乱打 害死了 害死了 害死了两中 打残的内奸 主攻自己心里压力是很大的 这个时候 你不仅不去跟主攻搞啊 不骂主攻 而且还向主攻示好 这个时候主攻心里 这个时候主攻就一定会向着你打 对吧 再加上举授这个人本来就难打 你这个无蟹帮主攻一打 我跟你说 这局让主攻送你 应都是有可能的 啊 对吧 所以说打牌是很助力 玩内奸这种身份 是很有讲究的 注重空心 你知道吧 那我们这边 多打打防御啊 多打打防御 因为反贼这个时候 他杀掉内奸 去跟那个主攻单挑 他肯定乐意的 对吧 所以说要防一手反贼的 这个时候跟主攻示好 这主攻是两个都打不过 相对来说主攻是比较难的 主攻是两个都打不过 但是这个主攻有 有了那个前科之后啊 他现在就无脑打反了 他也知道现在的局面 是内奸帮他打出来的 你这个时候 就不用去控主攻了 没有控主攻的必要了 好一刀 做掉举授之后 跟主攻单挑 只要细节注意一点 草皮是很难打的 很难打过这个 取树的 非常难打过 然后草皮现在是在浪费自己的杀 这个时候草皮 最好是等一等 等等拆顺什么的啊 不要乱用杀 除非手牌一出了 手牌一出了 没地方 没地方动了 再再再再说 啊 就 存一点杀 总归还有机会啊 你不存杀的话 真的没机会了 不存杀真的是没机会了 好 如此如此 敌军自破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句实话吧 就 诶 这个 这个 这个火杀其实 其实有 其实有问题的 就是火杀打在 草皮身上掉一血 打在自己身上掉两 也是 也是掉一血啊 就是 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火杀 这火杀 这火杀 这火杀打上去只有一血啊 这个 这个青钢剑 这个青钢剑 当然青钢剑肯定是好东西啊 这不用想 好东西肯定是好东西啊 就对付藤甲 青钢剑 对付藤甲当然是朱雀雨扇最好 那没朱雀雨扇的话 藤甲也可 青钢剑也不错啊 好最后是赢了啊 那我跟你们说 在这个世界上混啊 情商高比智商高有用 你知道吧 智商这个东西呢 有很多先天因素 就是智商的话 先天占大部分 后天占小部分 情商的话呢 先天占小部分 后天占大部分啊 情商是一个可以锻炼出来的东西 智商的话呢 是一个不容易锻炼的东西 智商的话呢 主要是依托大脑的发育和自己后天对于学习能力的开发 你知道吧 就是首先至每个人的智商其实是有一个上限的啊 这个上限就是如果你能够经常的积极的正常的去运用你的大脑啊 那么你的智商就会达到这个上限 你再想往上锻炼智商不可能了啊 不可能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大脑结构 你的遗传因素 还有营养水平决定了你智商的上限啊 但当然有些人 当然现在现代人的营养水平都很高 大脑发育一般也比较完全啊 这种就只靠遗传因素了 就遗传性上你就是聪明就是笨啊 这没办法 但是现代的话呢 这个人的平均智商都能达到100以上 如果是大城市的话 像魔都啦帝都啦这种地方我跟你说 这个平均智商都是110以上的 呃 据我所知的话 中国人的平均智商有107好像啊 然后如果是我们这些大学生的话呢 平均智商都在120以上 像我这种名校的话呢 平均智商都是130以上的啊 就这样 这 但是这主要是先天的啊 后天的话就是有些人天生聪明 但是你成天不用脑对吧 那个你就成天不用脑 然后整天只知道玩游戏 那你智商是肯定要退化的 那退化也很正常啊 因为大脑是不用会生锈的这样一种啊 那像我这样打牌的时候 还在思考怎么样牌打得更好 那就是在锻炼智商啊 你如果打牌的时候无脑打牌 那你就是智商退化 就这么简单啊 嗯 然后 情商的话就不一样了 情商是一个可以在短时间里锻炼出来的 你知道吧 情商的话呢 啊 主要能力是心理素质 就是情商的先天部分只有心理素质 就是有些人 有些人天生天生他容易紧张 天生心理素质差啊 啊 这个有一定天生的但是很小 我跟你说心理素质是锻炼的出来的 有的人 有的人天生很紧张 天生很害羞 如果能够进行锻炼的话啊 锻炼方法我说有很多种啊 我我我我我以前是学话剧的啊 有有些人 有些人那个天生天生害羞好像不适合做演员 我跟你说这个 到那个到那个演员工作室啊 话剧工作室去兜一圈 一个礼拜之后啊 各种天性解放舞台解放做完之后啊 你整个人都脱胎换苦了 情商就上去了啊 情商主要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心理素质 另外一部分就是为人处事啊 这这两部分是相辅相成的 好吧这不展开了 我们看下一局啊 呃这边生权啊 生权主攻 是你主攻起手丢藤甲啊 那挺正常 我以前跟大家分析过 藤甲起手装不装的利弊啊 你做主攻的起手最好别装藤甲啊 做主攻起手能装藤甲的 只有小部分的身份啊 那小部分的武将可以啊 反正生权这种事别装 因为打的都是你第一圈反对排特别多啊 他们火攻火杀什么的就会冲着你打的 你第一圈不装藤甲 如果手牌不易出的话留在手里 到了第二圈 你第一圈的时候那帮人火杀火攻已经先用掉了啊 这个时候你再装藤甲 这个时候他们手上只有普通杀了 也没火攻了 锦囊也就拆顺了 裸摸的啊 那么就藤甲的作用就出来了啊 刘善直接放权的肯定中了 对吧不用想了 好那既然刘善是中啊 那你这个王姬就不像好人了啊 不像好人归不像好人啊 这个手牌是不能乱浪费的啊 对吧 这边孙权这个打的就很奇怪 对吧 手牌又不易出 你打的也是马超 那你火攻个毛对吧 你要么火攻马超 为了强压马超量血而这样打 我觉得可以理解 你又不强压 对吧你这打个王姬 就算打中了又如何 你马超 你为了强压马超 贴乐吗还差不多 那王姬肯定拍无限了吧 这王姬有个无限不肯拍 那王姬要么是另外一个中 也有可能啊 王姬这个无限没给马超打 那王姬的身份就不一定是反了 那马超就更像反了 不过主视角跳中之后呢 这个徐叔是跳中啊 那就那这个王姬比较小气啊 不肯给一个一次反贼打无限 这也可以理解啊 好那后面全是反了 总是想了啊 好这边 有有流善在的话孙权 有流善在的话孙权的这个 排序是有讲究的 我跟你们说 有流善在的话 孙权的排序是很有讲究的 啊 随便拆个距离啊 就是 第一次制衡跟第二次制衡之间的是 尤其是第一次制衡 尤其是第一次制衡 尤其是第一次制衡跟第二次制衡之间 是无缝的情况下 更加要 更加要好好想清楚自己 到底要什么 对吧 首先孙权是闭着眼睛 把这张冰凉寸段贴出去了 流善 接下来马上要放权你的 你闭着眼睛贴冰凉寸段干什么 如果下回合你起到减一了呢 你说是 对吧 你下回合起到减一了之后 如果你打不死马超 是不是冰凉寸段马超更赚 你这位置贴冰凉寸段 这边黄盖太史词连动 把冰凉寸段一拆就拆掉了 啊 是吧 然后如果你孙权手里有好牌 比如说又摸个火弓 冰凉寸段这个时候凑花色也好 或者你要是摸到九杀 你把冰凉寸段强行制衡 找拆顺 来强打马超 都是可以的 对吧 不起 酒不得 那真有九杀 真有九杀 然后这边主视角傲财都不傲了 这傲财该傲还是要傲的 傲财是有控场的能力的 知道吧 有有这个窥视手牌的这个能力的 这个能力是不容忽视的啊 顺手前扬 杀 整装列队 趁势破敌 好 那如果前面有发动过傲财的话 是可以更好的了解到马超手法 手上是什么东西的 那现在也没这机会了 啊 这个这个牌拆不掉比较可惜 是张闪啊 一刀啊 九杀啊 九杀 两刀啊 这 其实 九杀生权没得说 九杀 徐术这刀是多余的 啊 就是杀徐术这刀是多余的 徐术本来是白板 你这刀杀了之后 他就不白板了 啊 不白板了 有的你受的啊 我们主视角有陶 毫无压力现在 啊 现在主攻 忠诚估计挺虚的 主攻无压力啊 这个王姬 还 还有空去拆什么古丁刀 这时候肯定是奔着桃子去拆的呀 对吧 肯定是奔着桃子去拆的 还拆古丁刀 还嫌诸葛克手牌不够多 还给他额外过牌啊 这脑子坏了 然后王姬自己手上有火弓的 那前面就可以 把顺权的牌露掉了嘛 对吧 算了 懒得说他 现在的话孙权状态还是不够好 然后这个孙权 不先制衡的 你要制 对吧 你腾甲跟杀 对吧 你杀出过之后 你也是腾甲跟杀都制衡的 那你干嘛不先制衡呢 你先制衡起到距离马超是不是死了 对吧 对吧 就就就 就现在的主攻啊 现在的孙权啊 就是孙权本来就已经不是一个很强的主攻了 啊 然后现在这种200级的人都不会用孙权的 你说这孙权选出来干嘛 不如选个算 选个别的算了啊 啊 这个这个配音 这个配音 我我个戴耳机的听起来立体声感觉挺好的啊 立体声的感觉挺好的啊 这贝勒了 不过无所谓啊 反正也不想动 没杀的 啊 啊 黄盖很凶啊 这道九雷沙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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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这个徐叔是有闪的 呃 其实蛮可惜的就是 可惜的是太子词有白衣狮子 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是锁定 只要是锁定计啊 就一定一定会有副作用啊 你看白衣狮子 如果这个太子词没有白衣狮子的话 我相信黄盖会选择连太子词的啊 比较可惜 好 这边收人头啊 没得说 奥才有火杀 奥才有火杀 然后第二刀啊 嗯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太子词第二刀 然后出不出火杀 呃 出火杀的话就是把徐叔打到一血嘛 对吧 呃 我觉得 量就是出不出火杀都各有千秋吧 因为这个锁现在不解 回头再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啊 顺手牵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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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位有一个 二号位有一个不知道身份的一个这个火朱格有个八阵 我啪杀一刀 这个 我啪杀一刀你的这个 这个小朱格 小朱格这个时候 你发不发动八阵 你八阵是锁定戟 对吧 你八阵是锁定戟 谁都知道你手上也是贴了个八阵 你说我发动八阵 爬 那在这个张脚 我发动八阵 拿了个什么好牌被张脚一换 换掉了 我说我不发动八阵 你敢不发动八阵 三个决斗我把你带走 啊什么 这张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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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什么 一堆一堆手牵扬手了 决斗了就是一堆啊 把你拍走啊 只本来没地方放的牌 直接往你身上一砸啊 就是这么犀利 啊 我跟你们说啊 锁定戟除了 除了一些看上去 就是一些看上去好像在技术上 完全没有任何 弊端的这个锁定戟 他还有信息泄漏这一点 就是 谁都知道你有八阵 谁都知道你有七才 对吧 本来我一个黄月音 我谁都知道我有七才 我放着远位的主攻不顺 我去顺个下架 你就暴露你自己身份了 我本来是 我本来是个内奸 我不想跳身份的 因为我有 我有七才 我顺的是下架 我顺的不是主攻 谁都知道我是一个非 非非非反贼身份了 我 我的非反贼身份暴露了 我可能会引起反贼打我 这就是副作用 你别跟我说没有副作用 我跟你说 只要是锁定戟 绝对绝对有副作用 绝对绝对不可能没有副作用 就是这么简单 这次是一个神奥财 这神奥财有点屌 真的是 这神奥财有点屌 不过呢 这个神奥财是 就是 他前面奥财了好多次了 就成功了那么一次 这属于正常情况 正常情况的奥财 我跟你们说这个 你们不用去讨论什么锁定戟没副作用 我跟你说锁定戟不可能 就不可能存在锁定戟没有副作用的啊 顶多就是副作用的大小 就是有些副作用可能特别特别小 约等于零 像八阵这种的副作用约等于零 奇才的副作用约等于零 但绝对不可能没有 好 这边这个 黄盖啊 黄盖 木马 传了个木马 自爆 这个 这个自爆就斗的不能再斗了啊 他身上有一张A点的闪电 对吧 他把A点闪电留在手里 等着太子词拼点 然后双杀把他收掉不是好了吗 闲着没事学别人去诈详 啊 是不是傻 火杀 你看 这次的话是成功把徐叔带走了啊 直接捞了 为什么直接捞呢 因为 因为这个桃子等一下要落到王姬的手里啊 现在的话呢 这个这个局面下可能还需要徐叔来挡刀啊 应该是这样想的 想想想想让徐叔来挡刀啊 结果 结果万万没想到这个太子子还有一个南蛮啊 这个 哦不对 这南蛮其实应该是想得到的 前面黄盖死的时候奥才看到你这个南蛮 所以说他这个桃子救的是有道理的啊 是非常有道理啊 因为是看到的南蛮 那肯定就 不对不对不对 我说错了 就是 因为前面看到南蛮入侵 啊 有这个南蛮入侵 所以说这个桃子 救了之后不给太子子啊 是这个思路 那我们手上是有桃的啊 完全不虚 总横百合 自由 至横之道 南蛮入侵 不愧是朕的卓庇佑 就有人说这个南蛮入侵的时候奥才可以救王姬 没有 不要救王姬的 因为太子子开南蛮入侵的时候 太子子两张杀已经打掉了 啊 第一张杀已经打 太子开南蛮入侵的时候第一张杀已经打掉 他最多再出一张杀 而我们 而我们手牌是有桃的 身杀绝对绝对死不掉 所以说不用救王姬 留着这个王姬反而是个祸害 啊 留着个王姬反而烦 既敢挡在我的身前 这次肯定手盘没了 那看太子子几张杀了啊 一张杀啊 这断杀很正常 他前面一直有杀 那这回合估计是要断了 现在的话都很残啊 就是 主内反都很残 三个人都很残 孙权这边也是 没办法 他不拆这个加一马太子词 就朱格克够不到太子词 对吧 然后他杀了太子词之后呢 如果朱格克断杀 没断杀那朱格克赢 如果朱格克断杀 那也不好说啊 但是我我觉得孙权这个杀出的不太好啊 杀感觉出杀的话就是要输啊 拆还可以理解啊 怎么办 没啥啊 没啥 拼了啊 不要命了啊 拼掉了 然后收了一张9 我跟你们说一下就是 一写诸格克读五 收三张牌 起9头的概率是多少啊 这个我是专程去算过的 啊 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啊 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那个 那个超几何分布 就是161张样本里面有17张是目的 是目标牌 你从161张牌里面抽三张牌 有17张是目标牌 对吧 是一个超几何分布 就是抽三张牌 然后抽到其中一张就算合格 这种是那个超几何分布 概率大概是36到40的样子 因为超几何分布的那个计算器啊 我弄丢了 所以说我是手算的啊 手算比较粗糙 是那个36到40之间 就是就是40不到一点啊 就是如果如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搏一搏是可以的啊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啊 那这差不多算走投无路 就实在不行拿个内分啊 如果搏中了那就赢了 对吧可以啊可以 对是赌的没问题的啊 那么有人问什么是超几何分布啊 你不要以为这个名字很牛逼啊 超几何分布 我不知道是谁给他命的名 超几何分布跟几何分布 没什么关系啊 超几何分布就是一个名字而已 然后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布啊 在那个多在那个 在那个在那个 在那个分布里面是很简单的 概率论的那个基本啊 没什么 一炮砸死啊 如果你还要计算已经用掉的九头的话 那这个游戏没法玩了呀 我说我说的是犯 犯指情况 就如果你根本就没计牌 你完全可以当做理想排队来看 因为如果你没有计牌 在你眼中的情况就是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理想排队情况 对吧 如果你要是计牌了 还把九头的数量给用掉了 那你就根据排队总数 跟那个九头的数量来看超几何分布 反正参数就是排队剩余数量 排队剩余九头数 对吧 这一个一个是大样本大样本参数 一个是那个目标样本参数 还有这个就是摸排数 摸排数是三码 这个三是固定的 超几何分布 我网上有那个超几何分布计算器的 你只要把你只要把那个猜数输进去 它直接给你出结果的啊 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布 嗯哦对还有一种还有一种那个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那个条件概率的算法就是算三算三张牌都不是九头的概率然后减一减这个也可以这个是笨办法知道吧这个是笨办法这种就是你用这种方法就是高中概率学啊你用那个超几何分布算法就是大学概率学那我们作为出来装逼的人呢肯定是用大学的算法 不用高中的算法对吧不然我怎么出来混啊我堂堂一个大学生对吧跑去用高中的算法啊那不合适啊不合理啊不合法啊下一个啊 好又是一个那些视角今天那些视角挺多的因为我前段时间那些视角管得太严了导致那些视角播的特别少啊所以说我今天我今天看了一下几个那些视角都挺典型的啊有打的好的打的差的所以说特地特地拿出来给大家那个分享分享就是教教大家的视频 大家内奸的玩法啊不不不不后面有后面有其他身份的后面有主公身份的你们不要着急慢慢看就是后面有主公身份的今天百看讲探估计要可能八点钟做不完啊可能要做到个八点一刻之类的啊江老师你有点耐心啊我反正等一下开会耽误不了你几分钟啊 这边起手看到个二张这个头都疼了啊起手看到二张的话最好是能够压血贴乐那后面还稍微好打一点然后这个曹丕不过不说真的啊这边啊仔细一看会发现这边有个曹丕你不仔细看看不到的啊因为这是皮肤新出来的不知道还以为这边做了个曹丕了是吧 啊这个不显眼的啊我跟你们说以后你们如果用曹丕反贼的话呢最好是换这个皮肤为什么因为不太显眼 因为这不太显眼就是有可能会没注意主中内就直接啊闭着眼睛开南蛮了啊然后开了南蛮之后再发现这边有个曹丕啊 但这曹丕就很奇怪的这边这边元术竟然敢跳看看敢开南蛮入侵跳钟还不赶紧掉鞋把他翻掉对吧 何必这么怂啊这下把二张害了 哎对这个这个曹丕挺像曹瑞的这曹丕看着真的挺像曹瑞的啊又像曹张又像曹瑞 哎呃有有电话不好意思 喂 喂 啊好像好像是一个什么广告电话不知道啊继续继续 好呢难得蔡夫人是中啊那夹杀这个二张那还可以 夹杀二张二张快点去死后面元术就好打了 因为元术这个内奸太厉害啊就就元术内奸的局我一般都不放的 为什么因为元术元术内奸已经太简单了 但元术本来就厉害啊不过这局呢还是有看点的啊我们可以看下去啊这边蔡夫人是比较信元术的身份 因为元术棋手是开南的一般来说一般来说内奸都会比较珍惜难瞒 所以说蔡夫人比较信他啊那元术开南的目的其实是原因其实是因为怕二张 因为知道二张反太强啊太客他那肯定起手打偏一点啊 蔡夫人被打残了但是这个该死的二张还没死啊 凡就凡这个二张没死啊还好这个 吊蚕出来补刀了啊补刀归补刀这个二张还是没死 听之人心啊二张一死什么都好说这二张不死就难打 手机铃声那苹果的苹果的苹果的那个内置铃声嘛 我跟你们说我以前也是用苹果的那个基本铃声的 但是现在满大街都是苹果我我我站在马路上一听到苹果的铃声 我就觉得自己的手机响了然后我拿出来看不是我我我用苹果也没用多久 我深受其害我后来就想了一个好办法我把我我把苹果内置的铃声里面一个从来都没有人用的铃声拿出来当我的手机铃声 于是乎就再也不会有人这个因为别人的手机响了而觉得是我的手机响了啊就是这样 但用苹果没什么好装品现在不是满大街都是苹果吗 这边这都能骗到元素的这个这元素都能骗到木马 我是主公我现在肯定警觉了 蔡夫人直接放大的铁钟 对吧 貂蝉有可能做成一张内奸牌 对吧 貂蝉是有可能做成内奸牌的 那么你木马要么自己用 要么传给蔡夫人 对吧 哪有直接传的道理 这个主公主公也要有控场意识的 主公没有明辨中间的控场意识的话这个是不行的啊 杀 这个二张太难死了啊 呃 我以前说过嘛 就是玩内奸就是要大气啊 二张既然没死 你这边还要丢牌给他 就说明后面很难打 再加上蔡夫人已经半残了 如果要是二张没死 蔡夫人还被反对打死了 这局后面是大烈士的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 呃 这个时候呢 就大大度大方一点 把木马给蔡夫人 我觉得这个 这个这个想法是好的 想法是好的 啊 但是这个 但是我觉得木马真的传不起 啊 木马真的传不起 就 如果是我的话 我留淘宝蔡夫人 不让蔡夫人死 木马我是不传的 因为传了木马之后 这个牌丢不起啊 这怎么丢法 结果木马还翻车了啊 这得不偿失 啊 真的是得不偿失 啊 啊 啊 这边 这边陆迅是保一下二张啊 这时候打的可以 保二张 而且 潮壁掉血之后 可以丢更多的牌给二张 这 这陆迅这一刀打的是属于 比较有大局观的啊 或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有大局观 啊 然后 这边 马超断杀了啊 好 蔡夫人被武装到牙齿了 好 然后这边的话呢 元素这时候打的不好 元素这时候怎么打 锁蔡夫人跟二张 而不是索 索斯马跟二张 打四马又没什么好处 对吧 这个时候压蔡夫人一血 可以的啊 对吧 压四马血其实没什么好处 不如打 不如 不如 撑击压蔡夫人 蔡夫人不会不愿意掉血的 因为蔡夫人知道 就是 蔡夫人 蔡夫人自己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 是没有必要的 那样的 然后这个南蛮开的不太好 因为南蛮是可以留着的 南蛮最好是留着打 留着收人头的时候打 现在改 现在开出去浪费啊 现在开出去完全是浪费 就 司马仪的话 单挑的时候慢慢虐就行了 我跟你说 五血司马 也打不过元素 这真心的五血司马 也打不过元素 那当然六血就打得过了 为什么六血能打得过呢 因为六血的话 手牌上限太高 打穿这个司马仪就太难了 五血司马 基本上元素还是打得过的 六血司马就打不过了 这个草皮被收掉了 随便 曹丕也是个 曹丕也是一个很难办的人 死了最好 那蔡夫人死了更好 然后这个 没杀的 没杀的马超 真是苦 没杀的马超 这个陆迅 送给他了 陆迅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难对付的一个反贼 救了他也是后患无穷的 我跟你们说 就是玩内阶一定要有意识 也要有气度 内玩内奸要有 该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霸气 要有祖宗 要有祖宗需要帮忙时候 毫不犹豫伸出援手的气度 也要有这个意识到反贼危险的 这个敏锐的警觉啊 也要也要有这个警觉 就是你要看清楚谁在场上的威胁大 曹丕了陆勋了这种都是啊 都是都是都是老不死的 都是老不死的 就一旦不死的后面后患无穷啊 让他们早点去死 马超这种就是啊 你闭着眼睛都知道他能干什么的这种人啊 你闭着眼睛都知道他 马超最大的最最多 啊 两杀捅司马 我这边有桃 随便你捅 捅烂了都没关系啊 这个意识就非常不错 大汉天下 你伴入我手 乐不思蜀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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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手就打得很好 就 你这个貂蚕哪怕活着也没什么 哪怕活着也没什么 啊 你看 他活着最多也就是 对吧 顺手 当然 他可能会把马超打残 但是没关系啊 so what 我们这边逃多 啊 逃多的不能再多了 旁 有些观众已经在提起这个 呃 我们那个 测试服的 是吧 已经有人在提测试服的 那个 嗯 呃 下礼拜吧 这礼拜没空了 我下礼拜带大家去测试服 好吧 下礼拜一吧 5月1号嘛 5月2号啊 5月 反正会打 so what啊 有的是逃 随便你随便你打 啊 随便你打 把主攻打成沙包都没关系 啊 这里看得出 主攻是蛮有意识的一个人啊 可惜的是大势已去啊 真的是大势已去 大汗天下 树霸太强了 太强啊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看出来主攻是个会玩的 有意识去拆主攻的手牌啊 就主攻有可能猥琐 流淘就马超的 主攻是有可能猥琐 流淘就马超的 先拆这张牌 比后拆要好啊 啊 那后面就是垃圾时间了 这这 这司马懿是死也不可能打得过这个 是绝绝对对不可能打得过这个 元素的啊 那应该说这个 赢了也没什么好骄傲的 对吧 因为元素内戒本来就厉害啊 不过呢 主视角的思路啊 是很正确的 就是 你本来就很会玩 那 你的将又厉害 对吧 运气又不差 那胜利就是拱手相让的 就是这么轻松 让人感觉 让人感觉这个有如探囊取物一般 对吧 这就是会玩的人 运气好的时候的状态 啊 就这么厉害 让人看得赏心悦目的打的啊 好 我们看下一个 你们说的那个关锁 我还没见过啊 你们说那个关锁 我还没见过 所以说我不太敢 这个 往下定论啊 请大家见谅 好吧 毕竟还没见过啊 那郭皇后 我也没见过啊 你们说的这群人 我都没见过 你叫我怎么办呢 拜托了 同志们 我都没见过 放过我吧 好吧 等等等 去测试服的时候 我们再看好吧 好吧好吧 傻哭啦这货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对吧 我说没见过 就没见过了 非要给我放出来 对吧 那我现在不回答也不行了 对吧 本来我说没见过 这个话题就终结了嘛 对吧 傻哭啦 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没有眼力劲啊 对吧 用我们上海人的话说 能跟你拿咖喱吗 请了 把云啊 把云都帮帮忙好吧 算了 那我看一下啊 真难 当其他角色死亡后 你可以摸三张牌 若如此做 你获得下列技能中任意一个五胜当先致满 意思就是没死一个人就获得五胜当先致满 就是如果死了三个就能获得三个技能 是吧 呃 好像挺厉害的嘛 可以啊 如果是五胜当先加致满 的话 打数吧 呃 好像 五胜当先加致满打数吧 嗯 五胜当先 加致满打数吧 五胜当先 致满打数吧 我现在不太好说 因为树霸 因为五胜当先的话呢 树霸肯定是挡不住的 就是树霸是猥琐不了的 树霸想猥琐的打是不可能的了 肯定是对爆 对吧 那对爆的话 四排树霸跟这个两排 这个打对爆的话呢 我觉得感觉上好像 树霸的对爆能力要强一点吧 毕竟树霸是有攻有防的 而这个 这货的话呢 就也就摸两张牌 对吧 当先的话就每回合出两杀 那你如果真的每回合出两杀的话 你这防御牌就没了 你要出两杀 你就得把防御牌 当成进攻牌来打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还是树霸强 这货单挑应该是一把好手 但是只能打对爆 不能打猥琐 打对爆的话肯定打得过这货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货 这个所谓的关锁也就这么回事了 但墙肯定是蛮强的 墙还是蛮强的 我们继续 好这边是一个 周泰啊周泰 周泰这个 诸葛克是杀远位的这个 这诸葛锦啊 诸葛锦是杀这个 贾许的 不是这不是诸葛克 这是诸葛克啊 诸葛克诸葛锦 本来就是父子嘛 很容易认错的 袁绍弃牌的啊 不知道什么鬼啊 然后都去打 都去打贾许了 也不知道什么鬼啊 现在 身份 然后 身份上的话 不是 蔡文基肯定是铁反啊 连那个群雄都不是的啊 好 我之前说过就是 玩内奸一定要有气度啊 有气度 什么气度就是 主攻有危险 内奸要 内奸要一定程度上 就该奋不顾身 保主攻的时候 时候就无脑保主攻 就如果你不去给主攻爆牌 主攻这么 就是主攻 主攻五血两牌的话 一定会被反对打成狗的 啊 就内奸绝对不能小气啊 该大气的时候要大气的啊 然后也知道这诸葛克 诸葛克反正看到你是周泰 就无脑砍你 他肯定不能砍主攻对吧 也没得说 啊 然后这个 蔡文基去锁 太词了啊 他为什么没有 他为什么没有锁主攻 不知道 然后这边更奇怪的事情出现了 这个马苏估计是点 手点 手点差了啊 手点差了 全都去使吧 这个 我跟你说是这个 八卦正家奥才 等于可以奥才三张牌 等于可以奥才三张牌 比奥才三张牌还要强 但是还是 这种情况下还 还连中万箭 这就有点惨了 然后 然后 结果这个太词 死的好惨啊 这主攻也是 也是狠啊 也是狠 不过能射掉反贼就赚了 然后 不给爆了 这个时候不给爆了 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反贼状态已经不好了 主攻状态还不错 该收手时就收手 对吧 该出手时就出手 该收手时就收手 你别小看这两句话 你能够把握好 其中的分寸 就是神级内奸了 就是神级内奸了 那 这局能够把反贼打崩 全靠前面 爆给袁绍的手牌 对吧 如果你小气 不给袁绍爆手牌 那贾许死不掉 对吧 然后 这边这个诸葛景也不会 诸葛诸葛克克 也不会被万劫射残 你自己是最无压力的了 对吧 最无压力的了 所以说现在这个局面 非常良好 这边那个斯马仪没杀中 没关系 这边有诸葛克 我们主视角是 那个找不去牌的 希望能够有点不去牌 好 这边诸葛克这波非常凶猛 他的手牌好 应该是七手续爆的 那肯定是把蔡文介打死了 好 这边 还能 雌雄剑杀一刀 雌雄剑杀 凭那个蔡文基必死无疑啊 结果这个诸葛克手牌太好啊 反的一回合崩掉了啊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这二打一的话肯定是打不过的啊 二打一肯定是打不过的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趁着 主攻没状态啊 就主攻没牌 然后诸葛克也没状态 看能不能打 打掉这个诸葛克 那内奸现在觉得打诸葛克 就有八关阵不好杀 就压压袁绍的状态 应该是压袁绍状态了 这个时候压袁绍状态没问题啊 但是运气特别倍啊 两不驱啊 这种两不驱 就这个 不是什么死票啊 这个这种时候 你把袁绍压成一血都没问题 对吧 主攻又没危险 诸葛克是忠诚 他不会去杀主攻的 那你把主攻压到一血都没问题 吃菜前不砸 周泰已经一血了 怎么砸呀 就不要乱发言啊 现在有机会拆掉诸葛克八卦了 那肯定杀诸葛克了 对付袁绍 单挑袁绍肯定还是能打的 这个这个这个真的是没话说了啊 两不驱三不驱 这个桃子就这么浪费掉了啊 这这这不驱排上不驱啊 打了半天这么多九桃 才四不驱啊 都快耗光了啊 这这周泰运气也是差的 也是没谁了 坏了也是没谁了 好五不驱了啊 五不驱了 总算五不驱了啊 六不驱了 但但这样下去死也是时间问题啊 你别看九桃多 九桃多有什么用 能打到过两个人吗 肯定打不过呀 对吧 而且你看六不驱之后 这个不驱失败的可能性就更高了啊 战如熊 七不驱啊 那接下来不驱失败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他每回可只能摸两张牌 要被袁绝跟祝克两个人打 这边袁绝 嫌自己牌 就是拿两张废牌去射啊 可以接受吧 可以接受吧 毕竟有无限啊 没没什么啊 你看这 又没逃了啊 这次没逃了 又来了个九啊 那现在肯定是先拆一张 先拆个距离啊 对吧 把杖八拆掉先 还有一张 还有一张九套啊 好 这刚拿到的又没了啊 十步去了 快死了 快死了 哎 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 可以考虑顺加一码 先保一下自己的 结果顺了个手牌啊 不过有个人王盾还不错 能能活吗 哎 天空一身巨响 中闪电了 还好这次 还好这次不驱成功了 还好这次不驱成功 不驱不成功 不驱不成功的话 就死掉了 一个逃捞不回来的啊 这这关键的一次 关键的一次不驱成功了 但是真的是太倒霉了 就这样了 还能中闪电 我的天哪 啊 然后 然后这波 这波 这波把朱尔克打死了 真是 这波把朱尔克打死了 然后这边那个 这边袁绍打的有问题啊 他既然是放乱击的 对吧 他放乱击的 他有锅拆桥 这 为什么 为什么 来不及去拆盾呢 你要么前面拆手牌 放乱击 对吧 要么就续一波 下回合手牌饱满的时候 放乱 拆 拆手牌放乱击 哪有什么 拆个人 哪有什么 发完之后 拆个人王盾的 人王盾 你下回合拆也来得及啊 对吧 为什么不到时候再拆 好了 现在人家上八卦阵了 上八卦阵你没东西拆了 怎么拆 是不是傻 你看我跟你说 这货前面如果留牌 不射 这回合 八卦阵一拆 然后射两发 周泰必死啊 无中一开射两发 周泰必死 现在这袁绍又没牌了啊 而且 这袁绍没有一丁点虚报意识 一丁点虚报意识都没有 12不去了 没虚报意识跟周泰单挑 那不是等死啊 本来这12不去周泰是 不太好赢 就是周泰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其实很难赢的 为什么 因为他豆腐一样 一推就倒 但是袁绍不续报 袁绍不续报吗呢 死了呀 那你不续报吗 你这周泰 泰越来越多呀 对吧 好这样还是要赢了 这这这你看这是袁绍肯 这看到这里我们知道 袁绍肯定输了 肯定输了 这这就这么多九头 袁绍状态变差了 这怎么可能还有机会呢 没机会了 十三不去啊 十三不去啊 豆腐一样的 就是不去已经是假的了 不去的 这个时候不能浪啊 不能浪不久杀啊 你看这个时候 主视角的思路非常明确的 对吧 不打久杀的 因为我是豆腐啊 一刀就死了 啊 豆腐一样的 就留着这个九和桃啊 我就 对吧 我就 我就 我就留着九桃啊 我我过拆桥 我要 我死保这张九排啊 这张九排 我死保的 啊 又一杀啊 中不屈了 九 乱击 打无限 你看 你看主视角 其实打错一张牌就输的 对吧 主视角如果像这个袁绍一样 很浪的乱打 是不是 打错一张牌他就输 啊 但主视角没有打错 一张都没打错 对吧 一张牌没打错 最后赢了啊 相当厉害 相当厉害 这个就是 这个才是会玩 你看这个袁绍 啊 我这袁绍 就 这什么 就是 为什么很多人打牌打的差 因为优势浪 逆风头啊 对吧 优势浪 逆风头 就该赢的局 你还能输掉一半 有可能不输的局 你一把都翻不回来 只能赢 碾压局 只能赢 躺赢局 那你 那你 那你永远不会有进步 而且你的胜率一定很低 你在团队里就是个累赘 对吧 这袁绍就是典型的这种玩家 而且我跟你说 这种玩家在三国沙 占三国沙 整体玩家的60%左右 啊 三国沙 整体60%都是这样 就是都是这样的人物啊 好了 优势浪 逆风头啊 就是这么犀利啊 这局完了啊 那 那个 时间不早了 还有一局 啊 还有两局啊 我把其中一局比较宝贝的 留在下一局 留到下一周放吧 那再放一局 大家今天一直看内奸啊 我把今天唯一一局 主攻视角放出 还有一局也是内奸 我感觉再看内奸 大家要吐了 那另外一局也蛮好看的 我把我留着下个回 留留留留留下一个礼拜放 好吧 这个回合我那个 给你们看这个啊 给你们看这个啊 给你们看这个一个主 唯一一局主攻啊 这局主攻我也非常喜欢啊 非常喜欢 是今天放着压轴的啊 好 这边是一个陆逊主啊 挺有意思 好 丢了个杀啊 好 这边 这边 主视角选择 丢杀丢闪啊 我不太同意这种打法 就是 我不太同意这种打法 因为 陆逊主攻 不是 陆逊主攻 起手有四张牌 他的作用是什么 他的作用是 他的作用不是说 我一定要五脑联营的 我跟你说 中期以后开始五脑联营 前期的话 一开始 一开始队友 过河拆桥啦 铁索联环啦 这种牌是很多的 如果能增值成为四张牌 那才是陆逊主 那陆逊主攻才能发挥 更重要的作用啊 所以说如果是我的话 七手我肯定不闪的 而且你没闪了之后 你九杀要防吧 你总得防九杀吧 对吧 你七手这样子 怎么玩 对吧 所以说这七手这招 闪的不好啊 这我要批评一下的 被顺手了 然后拍无限 好完了 被铁记了 没牌了 没牌完个毛啊 好了 这下成傻逼了 史上最 史上最傻逼的陆逊啊 史上最傻逼陆逊啊 这个陆逊 特地变成个傻逼了 那么 还好的是 有两个补牌的啊 一个是曹瑞 一个是曹昂 但是前面曹昂没有慷慨过来 那已经是反了啊 对吧 然后这边那个 左次是个什么东西呢 又是反 那现在只能指望曹瑞了 那 左次直接贴曹瑞了啊 也是不客 这朝没有慷慨 很明显了 没有人给他补牌啊 这个大铁锁啊 这个大铁锁 写错了 这个大铁锁啊 这边的话是发动了一下军兵啊 但是 还过去的牌是司马朗选的 所以说也不一定赚啊 这周瑜离线了 这周瑜离线了 还给 还给 还给左次送牌 我的天哪 这无中逃杀 哎呦 我的天 这周瑜 不死也得死了 没办法 不杀也得杀 好了 这玩个忙啊 好 七手 死个内 残个中 然后一个 然后一个陆续 就 就啥都没干 就已经这样了啊 怎么办呢 我是看不到什么出路啊 这看 左资这边 左资这边还 还 还无中 还逃啊 怎么办 这草还能出两杀 啊 送 送个回血啊 可以 送个白铁锁 这 给回个血啊 也不算亏啊 怎么办 直接卡了 两张闪在手里 但是啊 但是我要说一下 这边 司马朗跟陆迅这边的神配合 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这司马朗选的 其实蛮有水平的 好 放牌 一人一张啊 然后再还你两张 还你两张 然后 其实 其实陆迅最好是把牌 送给司马朗 这样的话 司马朗给你的牌 肯定是不卡你联姻的牌 就是防御牌 这样子比较好啊 这张给自己 其实给的不好 好 看能不能把陶 拖过来啊 看来没拖到 拖了张什么呢 哦 拖了一张 这这陶肯定是拖的啊 肯定是拖来的陶 好 听频道微妙者 成一击 可以转为为 土中生有啊 吃个桃 杀一刀 曹瑞啊 吸血啊 这这这这 这个佐茨这手 打得也不错啊 满血了 我就问你这 四个反递全满血 曹王六牌 佐茨三牌 马超三牌 曹瑞是 无所谓 有没有牌的 就这种情况下 你四打三 怎么玩啊 虽然说有个神配合 但是依然看不到 什么出炉啊 但这个时候 曹瑞忽然不给牌了 不知道怎么 什么鬼啊 有牌不给 这个牌 这肯定给马超 剁掉赵羽了呀 对吧 给马超剁掉陆逊 或者给马超剁掉 给马超直接剁陆逊 都可以 我觉得啊 四马 这四马朗无奈啊 这个这个字 曹瑞不给牌 我没看懂 啊 好 神木马啊 神一般的木马出现了啊 这个木马非常重要 就是曹瑞没给牌 实在是看不懂啊 这肯定给马超 让马超去剁两刀的 这陆逊还能不死啊 我还就不信了 吃桃 决斗啊 好 用木马啊 这个自己留了 因为防御 因为主攻的防御 比较重要嘛 好 又连了个桃 再连啊 再连闪电 简一 漂亮 还能连吗 没了啊 但没关系啊 有军兵 还能发牌啊 这个 这个不给 不给司马朗牌 太小气了 司马朗的手牌 司马朗只能 调 只能调整手牌 他不能额外摸牌的 你知道吧 主攻不给司马朗牌 我是颇有威慈的 因为司马朗 他只能调整自己手牌 他的手牌 数量是多不上去的 对吧 那司马朗怎么样 能够更好的 跟队友调整手牌 你给他牌啊 对吧 所以说主攻这个牌 不肯给司马朗 我是颇有威慈的 目标节制 一看 一看这个陆逊 那个血量上去了 那我剁你 我剁你赵云 剁你赵云 然后 这马超说赵云中兵了啊 我去砍赵云啊 砍赵云 砍赵云是砍血的 砍毛的手 砍毛的手牌 对吧 赵云手牌少了之后 有军兵的呀 对吧 砍掉赵云手牌 一点都不赚的 真的是一点都不赚啊 神难蛮啊 然后这边陆逊选择 宝杀 其实这个杀没什么用的 你等一下 自然联姻的时候 会摸到杀的 不怕断杀的陆逊 他保这个杀没懂啊 这 这两个忠臣都残了啊 你还 你还 不保血啊 你看这 这马超去砍赵云的牌 没有意义啊 没有任何 贴 贴 三个贴 提索连环 然后 杀曹瑞 这个 这个杀曹瑞 就在今日 这刀杀曹瑞 完全没有懂啊 这刀杀曹瑞 真的没有懂 然后 这货自己有火杀的 啊 这货自己有火杀的 铁锁连环 曹瑞跟斯马朗 或者铁锁连环 曹瑞跟赵云 火杀一刀 对吧 等一下 曹瑞把牌给 马超 马超 马超两刀剁了赵云 不是稳赢举吗 对吧 然后 这时候改称相了 根本没有人打他 对吧 赵云有简易 对吧 这边陆轻有简易 肯定打马超的 这种情况下 放着那个左磁 放着那个 顾正不要 放了个称相 什么道理 啊 没懂 拆木马肯定没有错的啊 木马是必拆的牌 然后 曹瑞是 有决斗直接丢掉了啊 这 这决斗 这决斗 这斯马朗 南马如青时候 掉血的 对吧 这 这不是派决斗啊 然后 把决斗丢掉了啊 他可能以为 左磁有固阵 左磁有固阵 有怎么 有固阵又怎么样 你决斗就不能打吗 对吧 而且这个 而且这个曹瑞 强行就为了丢牌 而不发动 就 强行为了丢牌 而不发动 他的这个名剑 就 最 最搞笑的什么 你知道吧 左磁就算是固阵 你 明剑就不要发动了 而你曹瑞就当白板打了 对吧 第二次不明剑了 第二次不明剑了啊 我真的是不知道他们在玩些什么 左磁不用固阵啊 曹瑞不用 称 曹瑞不明剑啊 给了祖宗一点点喘息的机会 啊 然后 神牌来了啊 就来连弩了 这连弩肯定会来的 排队底了 陆勋第四个回合了 对吧 四轮了 不来连弩也来连弩了 又有闪电 前面还有木马 这边还有司马朗 军兵 过牌量 杠杠的啊 过牌量杠杠的 不来连弩也来连弩了 死了一个 一把手牌 死了一个啊 漂亮 这时候打的漂亮 好 但是 漂亮归漂亮 还是 还是有劣势 还是有劣势 打不动 然后 然后 这个 然后 你们知道这世界上最蠢的事情是什么吗 我要打死你 所以我把你的刀拆了 我要打死你 所以我先在你脑袋上踢个兵 我要打死你 所以我没打死你 这个赵云是不是傻 是不是傻 拆手牌 冲阵 直接死 因为没逃的 有逃的话就马超了 对吧 没逃的 对吧 死了之后 桃园一开不是赢了吗 现在好了 反正又回起来了 简直是在逗我啊 成一棋 可以转危为安 就王始 然后 然后这左词也是 然后这左词也是个斗啊 这 你有激昂要过牌 你这张激昂牌会不会被赵云冲掉啊 我问你 激昂上来一张五谷 神他妈激昂五谷啊 这真是神他妈激昂五谷 给了一把牌啊 这个啊 但这个众乐太伤了 真的太伤了 捡一点杀伞 等一下能出两杀 那打肯定是打四马朗 打四马朗最好啊 这曹昂又断杀 这位置曹昂毫无作用 真的是毫无作用啊 那么问题来了 打谁比较好呢 就这种情况下 打谁比较好呢 对吧 呃 左词 左词是固阵 对吧 然后一把手牌 对吧 然后这边曹昂的话呢 是 曹昂的话呢 是一个藤甲 那么主视角看到曹昂有藤甲啊 还是选择打曹昂了 然后 打曹昂 然后他又打曹瑞 啊 这个 我怎么说呢 就是打曹瑞 如果曹瑞叛黑 赵昂能去冲阵他 蛮好的 叛红那就当我没打啊 这样也可以啊 也不算太差 把曹昂打残之后呢 让曹昂囤不住逃 也可以啊 都可以接受 这边决斗再拍一下曹昂 那曹昂就被打残了啊 冲阵肯定是要冲的啊 这个没得说 这不 这张打是可以的啊 并不是 并不是冬一下 细一下啊 倒是并不是冬一下 细一下 这个就是合理的打牌啊 跟那种无脑的冬一下 细一下是有区别的啊 有冲阵就打佐词 不然亏 对吧 因为赵昂 这藤肯定有闪 然后这佐词啊 这佐词非要闲着没事 去杀赵昂 赵昂要不是杀 他能这么大胆吗 对吧 他肯定是杀呀 对吧 白给赵昂发动了那么多次 技能 然后佐词给主攻固阵 估计是看 估计是觉得主攻会卡闪 就是卡连吟 但 啊 这估计是想给主攻卡连吟 这个就不说了啊 果然 果然曹昂是把桃吃光了啊 那这等于是前面的 前面的攻击把曹昂的桃给扎光了 挺好的 那么 接下来应该怎么打呢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这次赵昂没有闪能冲阵了啊 因为赵昂没牌了 被冰箱撑断了 所以他转头去打曹昂了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一手打曹昂也不算太差吧 可以接受啊 但赵昂肯定是没有危险的 因为有斯马朗的军兵 然后这边左词 有人提到左词 左词应该给曹昂距离 对吧 我跟你们说 这其实最好是打斯马朗 打斯马朗 斯马朗分分钟就死掉了 绝对回不起来 偏偏这斯马朗 神加一神八卦 就是死不了 应该说要多亏了这斯马朗 有神装备 不然的话 这斯马朗是被夹杀的啊 非常危险 现在知道了 要打斯马朗 果然就被打中了啊 反正一旦起了 起了就会打斯马朗 这个就比较危险了 这次运气不错啊 两张顺 而且还探测出 距离是自己人的啊 就无限是自己人的 好 这次这下可以打 打曹昂了啊 可以打曹昂了 有冲阵 打曹昂绝对不亏 顺手牵羊 顺手牵羊啊 这 这刀 这这这这有九啥 古定啊 这这这刀狠啊 非常狠 九古定啊 爽的 爽的飞起啊 然后 有了有了有了木马的情况下 军兵发动起来更顺畅了啊 现在的话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不知不觉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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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这个 这个判 判黑爽 判黑的话摸三张牌 判红只会一血 非常亏 现在不知不觉 主中烈士 主中优势啊 反贼劣势了 而且反贼劣势 正在不断的扩大 这曹瑞没办法啊 他他 他感觉他 给不给牌 都要被爆了 有一种 给不给都要爆的感觉啊 然后 无限就死保木马就好了 好 这边是可以出杀的 判黑直接冲 直接冲阵掉 判红就当我没杀 啊 好 这边 把闪给赵云啊 把闪给赵云 这个 就是木马里的牌是可以发动冲阵的啊 这个我已经讲过了 你敢判吗 曹瑞不看也得判 对吧 那不过曹瑞这次出了个无限啊 因为不然是会被冲阵掉的啊 啊 这边的话 那个 陆训是准备 发动一下这个 想想早就会发动联营啊 所以说把闪出掉了 神南蛮啊 啊 这这个这个就是神他们南蛮了啊 这个神他们南蛮不知道打谁的 这种局面是不应该开南蛮了 啊 这种局面就不应该开南蛮了 他就突然去开南蛮了 这神他们南蛮啊 成一骑 可以转为为安 救王使存也 当冒死一剑 杀 现在的话就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打应该是没戏了 陆训本身危险也不大 也不大 那现在我们可以稍微快一点看 这局的话呢 首先是 主中在大猎势下不放弃的精神啊 再加上反贼的细小失误 反贼的失误 看着也不算太明显啊 对吧 但是呢却非常致命 啊 不明显却非常的致命 就致命在哪里呢 就致命就致命在 就是 他们其实是需要靠马超来打穿这个赵云 需要靠马超来打穿这个 来打穿这个陆训的 需要这样来打的 但是呢 马超一直断杀 那马超断杀的问题本来是可以靠曹瑞来解决的 曹瑞只要给牌 不仅能解决断杀问题 还一次出两张 对吧 陆训不死 赵云也得死 这种情况下 啊 这个曹瑞两回合没有发动技能 最终导致马超 被陆训神烈因弄死了 马超死了之后 赵云打不动了 赵云打不动 陆训也打不动 打得动的司马朗神装 最后打出一个完身 相当不错 这局也是比较好看的 这边的话可以给三个人一定的鼓励 感觉这个司马朗打得特别好 陆训的话一开始有点逗 后面还不错 这个赵云是打得比较差的 是赵云是有什么就打什么的 这个我们就不谈了 好吧 那么今天的百根讲坛就给大家播到这里了 接下来的话 陈子有两件事情跟大家说 首先呢是这个有一件非常重要的